他自己做的也就跟我們比較接近的屬於西方歐陸的哲學 大概是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去做西方歐陸的思想 在文學的領域裡面除了這個叫做文學的理論 所以我們有些比較廣東的背景 大概是從這個六八年之後的整個歐陸的 從後結構然後到相關的這些屬於後知名的 然後跟新年就相當的 然後到環境的話其實是時候上開始加入很多這些香港的這些 不管是運動也好 就實際上這個屬面來講是加入運動 做很多相關的組織跟團體建立很多這些在香港各種的距離 然後在研究上其實就開始在做所謂的香港研究 去從這個比較思想性的觀點去談一下整個香港的問題 包括這個City Planning整個城市規劃的 然後跟這個新自由主義之間怎麼樣去對香港造成衝擊 香港發生的這些變化 然後他在這個預算運動期間是加入在這個港大的策略的聯盟 策略的這個工作小組裡面 現在大家慢慢的都可以清算 所以我們其實很高興真的做得很期待他 然後全中老師的話他的背景非常的特別 我可以說一下 全中老師他是這個福建出生然後在香港長大 他的家人現在很快還在香港 然後他高中以後就到日本去 然後就在這個東京大學他的故事 然後他在這個沖繩琉球大學教了十年的書 然後我們中研院的話就把它拼過來 所以他現在在中研院的進市所回來三年了 然後他自己做的領域的話 其實是東亞的這種國際政治關係 所以從他的出生的背景 他的生活的經驗 一直到他整個學術的觀感 其實一直都很注意這個兩岸三地 特別是這兩個運動之間的這些發展 跟他有所產生的這些影響 然後其實我也也會特別關注這個中共 怎麼樣子去反應 所以我這次的文案其實也不是說我自己寫的 我大概是把 我跟這個群中研播出他大概會講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師傅老師的背景是比較熟悉一點 所以我是把兩個講者的背景 已經很不看了 我是把它試著把它拼起來 然後寫出來這樣的一個文 然後我本來想說大家可能不會特別注意文案 可能只會看題文這樣 所以要把這個綠傘跟太陽化這個人的名字 慢慢比較前面 所以我想透過兩個比較不大一樣的背景 就是說 他們一方面 我們一般我們在台灣如果是談比較多太陽化的話 其實會是一個直接參與者的角色 我們從我們自己的這個社會 還是說文化的還是說政治的 我們是直接involve在這個台灣的社會裡面 我們比較缺少一種移動性的不大一樣的觀點 可是兩位老師的話 一方面有他們的在地生活的經驗 所以有一個比較local的那個部分 可是另外一方面 有一個從local的角度跳出來 也不是跳出來 就是說可以再延伸到一個比較是區域的 的這種關係來看 台灣的香港的 然後跟中國這些的關係 然後再更有一個國際關係去 例如上定文或只是局限在東亞 南東亞 還是要救整個比較大的人 比如說近代的話 只要從人這樣開始來談這樣 然後師傅老師的整個背景 其實大概就會跟整個人 從現代化、近代化 然後到這個全球化整個的發展其實相關的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至少其實可以看到三層不同的觀點的移動 從一個在地的觀點 他們兩個其實都是很關心這個 這兩場運動這樣 然後從在地的觀點到一個區域的東亞的觀點 然後到最後有一個整體的 是屬於比較大系的全球的一個觀點 所以我想說這種觀點之間的移動 再加上直接個人的親身的經歷 來說背景的話 是可能可以 會有一些不大一樣的這個韓式體的角度 可以豐富一下我們對這兩場運動的這些理解 大家掌聲一下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就先原則上顯示 吳老師先講四十分鐘 然後再請群彤老師講四十分鐘 所以加起來應該有八十分鐘 其他我們就開放討論 那如果 蛤 你只有什麼時候 四十五分鐘 四十五分鐘 那沒有關係 你可以再往多大一點 沒有關係 讓大家可以讓他們好好講 讓我們也好好聽 因為這 哲虎來的人 可能都會帶一隻多做筆記 所以可能舒服 有時候會放慢一點 那我們就先熱烈掌聲 歡迎四十五分鐘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太陽花的時候 我來過兩次 然後也經過里頭院裡面 也在外面 繞很多圈很多圈 然後就跟一些不同 我們崗位的人 跟他們回去 他們平常開會 準備事情 然後去了解一下 大家在怎麼做事情 然後聽到很多的抱怨 所以呢 就希望 把香港那個經驗 跟你們講一下 會有一點上映 嗯 好像在 我開始在動 不好意思 那個 那個 因為很像我們看POP 所以大家可以把椅子 稍微轉一下 這樣你頭才不會 那不會 頭暈 那先講 我會把過去大概十年 香港的社會運動的經驗 來把這個運動的脈絡 介紹給大家 然後這個 頭一個 頭一個這個image呢 是雨傘的 黃色的雨傘 加起來我們香港出名的市子山 我們有一個市子山精神 就是香港人那種 為了自己的未來的那種 拼搏 犧牲 這打拼的那個精神 那個can doism 的一個象徵 就是香港的light rock 四十三 然後跟這個太陽 這個雨傘的兩個精神 架起來 一個香港人現在很喜歡的一個image 然後我今天會講呢 先就是那佔領區 香港的群傘運動有三個佔領區 我會慢慢講 那是人是誰啦 然後呢 他們是帶著什麼的一些文化價值 跟平常生活的一些習慣 去那個運動裡面 然後第三就是這個運動的 這個運動的理想價值追求 是從哪裡來的 那個agenda是怎麼大家共同設定 我們這就是我們要的 那個共識是怎麼來的 然後就是第一手的一些觀察 所以有很多東西 你會慢慢把那個證據再弄好 先給你看非常多的照片 希望你有一種現場感 那 首先 香港人現在有一個 那個憤怒是從哪裡來的 香港人普遍覺得自己沒有時間 因為太忙 我們沒有一個標準公使 最低公使 第二就是香港的地產太貴了 我們根本沒有空間 因為我們不能擁有任何足夠的空間 小店已經租味道 你做牛吞麵做到超級好 你不能跟賣鑽石的黃金的人 去增一個鋪位 所以你做生意做得多好 都生存不良 然後你住的家 就是我們現在租攤房 然後有些說租棺材房 我們只有一個睡長的位置 所以我們沒有時間 我們沒有空間 然後這個運動就是 我們連我們外語權都沒有 no safe 然後所有東西 關鍵的東西 我們都沒有選擇 所以這封起來了 因為你 你賴以生權的 三個很重要的coordinate 你的時間空間 然後自主性都沒有位置的話 那你不要逼死我吧 所以等到罷工了 然後呢 那 呃 占領者是誰 我們有兩個 我們根據兩個現場 三個 那個三個占領區現場做的調查 還有就是網上 他們有些人不是每天去 或是在幕後的宅男宅女 在做很多網上幫忙的事情等等 這些人啊 所以兩部分 他們是誰來的 真實運動裡面的人 首先你看他的年齡分部 18到49歲的人是最多的 就是說學生 young adults 跟好像我們老師這一代年齡的人 那個大部分的人 但是老人家也不少 只有小的老人家 所以你看哈 這裡 嗯 去佔領的年齡 跟到樓的時間的關係 你看 嗯 最多 在那裡的人 其實是30到49歲的人 那個架起來就是我們老師這一代的人 其實比較 學生多啊 你看 18到24的300多行 文文卷裡面的比例 然後 然後 我們的中年人 我們的中年人其實很多 但是你要看 最穩定 常常在那裡 每天都在那裡 是老人家65歲以上的人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中間份子 如果沒有他們去維持那個現場 如果沒有他們去維持那個現場 我們會照顧化 然後 然後再看 就是佔領的人的年齡 跟他 在那裡幾多天的關係 一個月以上的 然後 許個學生 18到24的人 以外 你看是老人家 是中年人啊 這是 好幾個月的人 是他們 40歲到65歲以下的人 是很穩定的 二十幾個發現帳目 在 31天以上 佔領 所以你要看到這個是 花年齡 花階層的一個運動 然後 income level 你會看到 事有錢的人都蠻多的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 我們的大部分的大學生出來的 工資是 一萬四 一萬四港幣 一萬二到一萬四港幣 所以你 底下最多的那個 那個 income level最多的那個 是比較年輕的人 能工資比較低的 然後 教育程度 你看 非常多人有大學學位 我們跟台灣不一樣啊 我們只有十所大學 我們三十七個發現的人 不大學 所以我們這個大學程度的人 在佔領的比例是 超於我們的平均人口很多 然後還有他們出哪裡來啊 原來那是我們最 新界最多 新界是我們最多公共防務的 一個 一大塊 所以都是平民百姓 然後工作 中間我們只是看一下 學生不是很多啊 二十六八千而已 我們老師也不錯 六個八千 然後 你看那個基層的服務員 有五個八千啊 然後 家務 勞動 其實不很多 你看香港 其實很多人都要 雙重工作 不能只是帶在家 藝術工作者也蠻多的 五八千 然後最驚訝的是公務員 公務員本來就是不參與政政 但是你看他們在政府裡面都受不了了 八個八千的公務員 然後專業的人非常多是一個八千 管理成果跟專業的人加起來是十五個八千 失業的人不多 我們都是在業貧窮的城市 然後基層的人又有八千 然後最重要呢 就是女的比較多 只是很多人以為 社會運動都是衝衝衝的是男生 但是如果要佔領 九十多千三個月 就會變成女多的 所以那個堅持能力 然後另外一個組織做的 都是這種的調查 然後你可以參考一下 都差不多 都是那個大學的學位人口 有十五個八千 然後有四十多巴仙是專業人士 然後管理階層 然後只有十五巴仙是學生 然後所以你看到是這個 這個對民主的追求是 是跨階層領域跟年齡 然後中產有很多參與 這個是跟太陽花的人口比較 太陽花裡面的學生是讀什麼的 這個是台灣你們的教授做的研究 然後會看到台灣的是 Humanity 3是4.3 Social Science比較少喔 然後No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4.5 然後我在香港 我們的數據還沒有很準確 但是大概很像 都是藝術的人文科學最多的 然後周永康就是那個領袖了 這個香港大學所有的學生會的會長 和聯會的會長 那周永康是我系的major 然後現在每個禮拜在五關裡面讀書的 所以都是一個文學哲學的人 所以都是一個文學哲學的人 然後不好意思 然後他們因為什麼的議題出來的呢 很多人到他們40%是因為規劃的問題 比如說房屋了 城市規劃了 那個公共建設交通嘛 然後不夠公屋了 還有就是政府在那個東北發展 新街東北發展五十八千的人 不同意的那個 是因為呢是那個香港跟大陸 然後第二個大家不安心的呢 那我平常寫在我們說叫大陸化的問題 Mainlandization的問題 然後就很多人覺得太多大陸人拿到 單行證移民來香港了 然後不知道他送什麼人來香港 那移民的人是誰 然後擔心 第二呢就是自由行遊客 陸客你們都很懂了 就因為他們買的東西都是那幾樣 所以現在我們香港人平常生活 要買的買不到 只買到那個沙沙的房間啊 然後藥店啊什麼的 所以整個城市都變成 變成我們跑到那裡 都買不到這些東西的意思 所以就對那個陸客 有一個不舒服的感覺了 然後這個也是另外一個研究說 為什麼大家來參加這個運動 那許多民主的議題 幾個巴仙是 那個普選是不是真的 提名是怎麼產生的 候選人的提名怎麼產生 然後要求中國的人 大家收回他的那個 的無可理喻的一個決定 然後要特首人 就是下台這個以外 所以民主的制度的改變 這個以外 有一個有趣的就是 因為我是香港人 所以這個香港人 要應該自己來管自己的城市 這個是我的地方 那個感覺非常非常長 然後反共反大陸是蠻多的 然後最有趣的是 香港人滿足的 反對日本主義 往上勾結一場霸錢 是三十多個巴仙 這個在香港一個非常非常 往前看的城市 但是最近幾年會有這樣的 對Political Economy的思考 是令人滿驚訝的 然後還有最後 你在那裡的角色 我覺得跟你們這樣的 都滿像的那種防守了 邊界的 購物 購物大家都聽懂了 但是用廣東話寫 購物 這其實是用購物做 然後用一個游積的方法 佔領街道 我們只有大家去購物 但是其實是一個 你把我清藏 你不給我在那裡佔領 我就一群人去那個街道上面走來 走去購物 然後把錢疊在河路上面 然後在很多車的主要幹 然後有很多人是 香港是一個 所以你發現有很多 開那個貨車的時機 在這個運動裡面 他開一台車來 站裡 整體要步驟 就已經拿下來 然後我們很多很多的 我們不接受捐款 我們只接受那個物資的 募捐 所以很多人 都已經拿下來了 然後就送東西 然後還有就是在 黑黑就是在那裡 就是 玩啊 拍照等等 然後結識朋友 然後問著讀書 這個是真的 我等一下就給你看 為什麼是真的在讀書的 然後我佔領的同學 都很多準時就要勾勾的 不可思議 好啦 那 那 我問他們 這次你是第一次參加運動嗎 還是你以前已經有一個社會運動的經驗 有很多人都回答 我是保育那個洗鐵兼拆遷的時候出來的 就是那個老社區的拆遷是去重建 然後就是把就是那種市政化的那種問題 有一些人都說 我是天心往後碼頭的保育都出來了 那個也會解釋一下等一下 然後還有的是 我是扳高鐵的時候出來的 有些說 比較年輕的就說 我是反火教 就是學迷思潮的年輕人 中學生 帶了一個運動成功的 就是反對中國的那種洗腦教育 那種愛國教育什麼的 變成一個必修 必修科目在中學要考試 考大學說靠你的愛國 就是看到國旗會不會哭 那種教育 所以那有一個這樣的運動 然後有很多是說我是素人啦 第一次來運動的 然後會是會 這只是雨傘族 然後因為我們有三個地區的佔領 所以有旺角佔領的人 會叫說是旺角村民 然後在金鐘 正會說是金鐘村民 在銅鑼灣是銅鑼灣村民 然後也有說這一次之後 我就會登記做選民的 我是熟頭的 所以是年輕到過 或是一間是政治勇敢 還沒變成選民的人 都很多的 然後這個運動有趣的地方呢 就是他的開始方法 本來講了一年多兩年要佔領中華 但是沒有發生的 因為呢佔領中華的領袖 是幾個教授啊什麼 那個baby boomer 那一代的人 他們很top down 他們的想像 跟普通人的現實差很遠 所以他們準備了一年拜 要佔領中華 大家人民真的出來的時候 他們根本不選擇那個地區 他選擇他們覺得 他們理解最軟體積的地方 所以學生衝出來的時候 根本沒有去中華 他們從罷課開始 罷學 然後我會先講他們的宣言 包含的關懷的議題 但是呢 你要理解學生最理想的那個 運動的想像 到後來出來的人 跟他們的想像 有一點點落差的 我會講一下 然後首先呢 會是香港是世上平除免許 很荒謬的一個地方 我會等一下講 我們沒有 我們的退休保障 沒有一個系統 沒有標準公使 然後新建 會變成財閥的 炒地產的人的樂園 然後大部分人 花了巴士 巴士輪候 那個公共訪部輪不到 然後我們想有一個 新的支持電視台 都不給我們拍照 香港電視沒有拍照 然後洗腦教育 就圖圖我們下一代 然後傳媒也沒有自由了 傳媒給表示 然後民報的主幣給看 然後那個國家安全法 23節要重來了 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衝刺香港大小的地方 令到通脹很嚴重的自流行 這次是大眾關心的議題 他們出來的 然後呢 我覺得最令人眼前一樣 會是最驚怕的 就是 竟然這一代的年輕人 敢把去職這個字 黑黑白白的寫出來 唸出來 以前香港人都自覺的字 是給再殖民的 回到中國是 回到另外一個殖民證 底下 但是沒有人真的 被逼部門哪一代不敢說的 不敢說的 但是年輕人家 就很白的說出來了 Decolonization 那我就引用裡面的 他的語言 中國政府以天朝之居 本地財法與同事之 資金壟斷 香港人活在中國政府 大陸財法的殖民與幻弄下 反制反制改革 放任官商爐斷 根取港英殖民餘毒 中方保留香港英殖民 第五部大財法的選舉制度 以黨官商狼狽為奸 迎同二次 中方答案方面是過 我們一國兩制感人一港的制度 然後這個是變成我們 進入全面抵抗的年代 然後要第一組版本土章 那個反制反制的精神貫欠到社會各階層 重奪我們公民的每個陣地 要展開位置之戰 長遠介入中國議題 所以不只是管香港也要管過去 然後要脫中共殖民者 遇到大財法的控制 所以這種就是很強的語言 但是我覺得一般香港人 也沒有去到這個領域了 沒有敢講到那麼兇 但是這個宣言出來沒有人冒 所以這個說達是默認的 平常不敢說但是默認的 然後他的經濟背景是怎麼慢慢變成 香港慢慢變成這樣子 我覺得有一個命題 我現在寫的一本書 是用電影工業面對的事情來講 就是很多人都說 colonization 然後imperialism 我們知道是什麼以前 族民時代是怎麼怎麼樣的 但是你怎麼證明現在全球化的狀態 然後新自由主義的時政 governance的時代也是colonization 然後那個新自由主義 是一個帝國的想像呢 那你很難證明這個東西 但是我覺得香港是可以給你一個 很好的case study 證明這個東西 the transition from colonization to neo liberalization 是怎麼發生的 然後 然後我覺得理論上最難炒作的就是 就是怎麼把neoliberalism跟colonialism 用一個非常有說服力的方法 跟人看到那個關係 不是就是你說的就是 你說的就對 然後我覺得香港是一個教科書籍子 可以給你看到這個轉化 怎麼在日常生活跟政策上發生的 那在西方所謂新自由主義化 你要先把這個kensian的policy 殺掉然後換一個neoliberal policy 所以你要把本來的economic regulation 你要拿掉然後你要推出新的那種 pro market的policy的政策 但是在殖民香港呢 我們本來就沒什麼民主的制度 也沒什麼kensian policy 需要去殺掉 所以對我們來講那個新自由主義化 只是把全用原來殖民地的制度 跟那個政策 就已經 如果用今天的角度來看 你看到那是殖民的制度 現在我們就會叫它是新救主義的 它本來就已經不像很類似的樣子 然後因為我們殖民政府 一早就已經沒有跟著西方國家 去變成welfare state 我們沒有 然後我們也是一個no trade barrier的地方 我們沒有保護主義 所以我們根本不需要 roll back 這些東西 然後所以我們只是roll forward 原本的東西 然後本來的殖民地政府 已經用了很多的力氣 把很多kensian policy 根本都沒有發生 比如說我們67年的時候 就把那個megatory profit fund 我們退休保障的一個系統 那個時候就停了 步驟 然後就幾十年步驟 然後social insurance等等 也是到到後 97年後才真的出來 所以幾十年沒有發生之聲 然後很多我們的水啊電啊 巴士啊 喬文物啊 所有都是monopolies 所有都是專頁的 而且我們有法令去規定 每一年要保障這些產業的 profit margin 幾多巴仙的 那有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只有殖民地沒有的東西 然後呢 香港banking real estate 地產啊 power supply啊 那麼港口啊 這些都是很多專營的特權 然後還有就是政府有很多的政策決定 已經外判到一些 比如說是去重建局了 機場管理局了 城市規劃委員會了等等 那去去幫政府做所有政策的決定規劃 然後這是什麼人啊 這是政府委任的 然後九十年代的時候 已經有四十六個巴仙的這個委任的委員 是跟那個地產的那個影響的不同行業 裏面出來 然後到二零一零年 到五十四個重要的政策 政策決定的委員 是從主要的那個地產發展商的背景走出來的 所以幾乎是他們 他們代替股門政府決定香港很多 整個城市什麼樣子 所以 所以董建華的時代 九七後第一個特色 然後他因為那個時候 不是有那個亞洲金融風暴嗎 其實香港沒有輸啊 我們打贏了 我們把那個空氣打回去 我們還賺了錢啊 所以說 那個是一個政府需要幫助產業的 這個講不過去的 然後其實是地產那個爆末爆破 才真的影響到香港的那個問題 那個我沒有空只是講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那個就變成政府補貼地產行業的一個方法 他寧可把住戶管制啊等等很多的條例停止啊 然後不建公屋 所以所有人都要去那個市人市場去買房子租房子啊 然後把很多公用公共的土地去私有化 比如說給很便宜的地 迪士尼人去看 跟迪嘉誠的等等之社去去去蓋 然後離科啟動很大規模的是去重建 把很多人的地拿回來給他們再房子 然後還有就是把香港的150個公屋村子 一百八千是有化所有的商場跟景色商場 然後現在都是變成連鎖店啊 當然住在上面的公屋的人 根本買不起底下的商場等那是店的東西 然後菜市場是一千萬元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普遍平常生活的狀況啊 所以你看到就是政府在很很久以前已經 開始說服香港人 為什麼對我們生活那麼負面影響的政策 我們會同意會由得他這樣下去呢 好像聽來沒有國籍哈 因為大家如果生活給逼成這樣子 為什麼我們會同意把我們逼成這樣子的政策 那是我在書裡面會閒藏的那個政府怎麼酸傳 怎麼persuade and coerce 大部分人去相信我們香港的法律 是因為這種 Lessie Gareth 放任的這個政策 不管是資本的一個制度而來的 所以大家覺得後來只是一個比較蠢的 比較蠢的一個施政 不是一個錯的事實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因為很很成功的有一個政府這個 這個管制 裡面變成我們普通人的common sense 所以呢 你會發現在香港有一個很很順利過渡 從colonial到global neoliberal exploitation順利過渡 然後我們是可以這樣變成這樣子 然後後來發現問題的時候已經太晚了 然後香港現在的uniqual efficiency 就是點五三七號 我們是所有OECD最最 最 advised economy 才能最糟糕的 然後我們香港是世界 billionaire 密度最高的城市 然後我會稱之為這個過程 我會稱之為後九七是一個香港的 Third World Dization Process 那會這樣 因為很多人不會把香港想像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 因為我們太有錢 但是很多第三世界國家 它去植的初期其實都是很cosmopolitan 繁榮的城市 包括伊朗等等的大城市 然後如果你真的去做一個後處理的比較 別的地方它們殖民者 開的初期是什麼樣子 到後來怎麼變成military dictatorship 怎麼變成他們現在的狀況 都是經過一個過程 那我們是一個非常晚期的殖民地 所以我們現在才發生了十幾年這個過程 所以喬著看吧 我們這個問題是很嚴重 但是因為中國的原因會表面看不出來 但是我們現在有100多萬的貧窮人 可比7個人 6.7個人就有一個貧窮現象 嚇人 然後我做很多NGO 然後我們1962年就已經跟聯航國說 我們解決了肌餓、hunger這個問題 但是我回到香港之後 我平均的團體就立刻要成立Food Bank 因為香港已經近十年已經有一個hungry population 這肌餓的貧窮到不夠飯吃的程度的貧窮 沒有營餓已經回來 是很恐怖的事情 然後我們的貧窮人口裡面 有很多是有universities 好恐怖 而且我們不是很多大學生啊 現在是33% 然後我們一下等的時候 只有二十幾個八千的人是大學生 然後你看這個 這個 對 rich world gap 是非常非常多的 然後我們是 現在是世界上 機產最貴的地方 樓房最空凍稱讚的地方 然後 然後我們有一個叫 Happy Planet Index 150一個國家 我們排102 我們是非常不壞人的地方 然後 然後就是 因為 八十後就是八十 一九八十年以後出生的 八十後跟九十後這一代 跟他們的 帳后英里朝的父母的 那個經驗的落差是非常大的 因為他們長大的時候 是覺得自己應該起碼有父母的 這樣子的狀況 然後父母也很想給他們有這個 就是 expectation 但是他們真的在現實是達不到的 所以有一個非常強的 disfranchisement 一個 你覺得應該有得得不到 一個很憤怒 所以這次問題產生一代 運動的一代 然後第一次香港人會在公共領域 運動裡面講去殖民呢 是在那個 綁於千辛華後碼頭 做回香港人的公共空間的一個地方 那千辛華後碼頭 為什麼香港人那麼醜 一個碼頭那麼重視 因為它不是一個 它不是一個什麼法院啊 監獄啊 然後軍隊的什麼 營房的這種的殖民建築的保育 這裡呢 除了英國的房市用了20次以外呢 平常是一個普通人的碼頭 第二呢 就是 呃 香港人 為自己做的很多爭取的歷史 都是在這裡發生的哈 民生就是 比如說 民生就是 呃 綁架架的運動 然後 為了自己的身份的覺醒 我們的保育 保護教育台運動 這個是愛國啦 然後 認同的 不是英國 是中國啦 然後還有是反英 反英的政府 因為鎮壓我們的 呃 保調運動 所以就有一個 呃 反英國群民啊 等等 反美帝啊 反日本帝國主義啊 等等的這種 呃 那個文化覺醒在這裡 然後我們的 呃 我們的 呃 勞工法啊 很多很多 現在對我們人保障很大的 所有這些法令 都是在這裡爭取成功的 然後反貪污啊 變成香港很出名 有 有那個 呃 廉政工作啊 都是 所有這次運動都在這裡開始 因為以前 呃 唯一 香港跟九龍的交通工具 就是 小人啊 沒有地鐵 沒有小人 所以你要最多人看到你的話 你運動一定在那個碼頭那裡 所以這個是 香港人的自治的 Historical agency 最長的一個公共空間 所以你猜了這個東西 向人就跟你聽了 然後那個是第一次佔領 我們 我們不叫佔領 我們叫 呃 我們叫 reclaim 因為 來就是我的 我不是佔你的 好 我是拿回來 所以呢 呃 年輕人的命名 就會是reclaim 啊 重奪 但是那個 呃 呃 呃 站中的那是 站中三子都會說 站領好像不屬於他們 所以兩代人的想像是不一樣的 好 那 嗯 下面就是那個 前興華碼頭的時候那個宣言 是真的這樣說的 就說 啊 告別殖民 土地歸人民 從空間認識一起改 改型 所以我們要 融會這個空間 啊 然後把這個空間本來屬於我們的歷史寫出來 那個不是往後嗎 每個香港人都是往後這樣 然後 呃 然後就做了很大量的那個 呃 他們就archive 然後發現呢 那個賞 賞 港 大罷工 反映 英國主義的那個工廠 啊 1925年的時候也是在同學裡面 啊 愛得把我放在這裡開始 對 然後啊 然後保教老 我講過了 然後這個是 潔心 小倫加價的 Hunger Strike 然後呢 不只是在意思 我們挖出來香港人的這個reclaim history 還有呢 還有呢 在那個大眾文化裡面找到呢 有一個電影 1982年的電影 叫巴採米亞真 裡面有一個佔領了香港的海底隧道 然後在裡面打麻將啊 啊 要磨明來唱歌啊 啊 這樣的一個佔領的 呃 的一個大眾文化的唯一 就變成這個 啊 這個運動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電影 然後還有著一個 那個那個時候產生的價值就是 好了 我們不要自身政府委任的人 來規劃我們的城市 我們要自己啊 啊 就一個參與民主的 方法參與規劃我們自己的海港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就重新民眾參與規劃 那個天線文化等等 啊 那個時候那個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參與民主的概念 就已經變得普遍化 啊 所以現在 呃這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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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還有就是 呃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運動 是反高鐵 那反高鐵運動 我們這看 呃 很多學生都跟我說 我們是City Boys and Girls 沒有這個 保護蔡元春反高鐵的運動 根本都忘記了香港還有Rural Hong Kong 然後我們就發現啊 那原來的呃 呃 我們的新界的政治 非常非常糟糕 非常炸腐 然後的呃 呃 我有一個學生 剛寫好一個論文 叫Inventive Colonial 要問幾個 怎麼Invent在那個 那 還有就是羅永生老師的那個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那個 買辦怎麼跟提名政府 呃 勾結的那個歷史 然後就 呃 然後我就引用葛爾森書裡面一句話 他說 呃 只是我們以前沒有的一個角度 啊 就是要知道 還在很多的脈絡 渠道裡面 有很多已經變成我們呃 法令啊 或是我們平常啊 做呃 政府運作的那種 procedure啊 然後變成很合理化的 化的制度的啊 一些做事方法 啊 其實本來就是一個 用殖民邏輯 產生的一些東西 所以就不知不覺 然後不知道是誰很 個人的那個狀況以下 你已經 已經給殖民了 然後你不知道 然後就 在那個反高捷運動中 知道我們 新界的 鄉村的 鄉議局 是怎麼跟政府 呃 那個 勾結 然後 把 弱勢的村民的地 啊 拿到手上 給政府去發展 然後 他們就 呃 交換了一個好處 就是香港說所謂的丁權 就是所有男丁 證明你是原居民的男丁 你就有權拿一塊地來蓋房子 然後很多人拿到這個丁權 就賣給地產商 之後去發展 然後或是自主變成地產商去發展 然後 你看所有香港人都沒有房子住 房子不貴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土地 然後發展地產的一個特權 然後他們是怎麼 呃 幫政府去壓勾人 去拿回來這個好處 所以這在反高鐵的 呃 那個運動裡面 香港年輕人這種 很側裸裸的看到 這個這個過程 然後 原來這個 下議局的人 是怎麼進去理法院 會得到那麼多票 那麼多 然後地產商啊 下議局了 這些都不是 呃 呃 不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都是香港有一個叫 功能組別的 的一個呃 選舉的方法就是 呃 政府給很多 不同間別 不同行業的人 就選自己的代表出來 通常不是那一個呃 職業裡面的從業員去投票 是老闆票 比如說銀行界 是每一個銀行有一票 不是銀行對員工 所以等等等等 所以這些人都很容易控制 那個呃 那個呃 理法院大部分的呃 的票 還有就是我們有分組點票 所以功能組別要過半 然後呃 呃 只選了過半 所以功能組別那邊 永遠會過半的 所以這呃 呃 他們就就 壟斷了所有的 決定 所以這些就是呃 呃 大家為什麼現在對民主 這個支柱那麼 那麼了解 啊 然後到 了解到 他那個主流電影 射星空雲山 引進之後 他也是那個 呃 運動背後的那種 呃 呃 商村跟政府的 地產商勾結的故事寫出來 所以 所以是 呃 然後這個就是 真的拿下去撐 覺醒之後 啊 發現原來新界是 我們不是一國兩國 是 是 一個城市的兩個支柱 在新界哈 菜園村我是在場的 然後呃 我是 呃 一個團隊是幫菜園村 重新蓋一條村裡 他的村給菜 我們幫他買地再蓋一條村裡 現在就蓋完了 所以你們啊 你們 明年夏天來香港店找我們去 去拜訪他們 然後看我們在蓋好的 然後我們在各過程買地啊 啊 在香港市區是有 有 有規矩的哈 法律是說 嗯 買買房子跟賣房子的人 每個人給那個中間人幾個 八千的哈 commission 在新界律師的 相議局說 有一個大頭目哈 有網發說 你呢 就用這個人做你的中間人哈 然後呢 他要幾多錢啊 三十五個八千的金 一句話不能說啊 不能跟傳媒說啊 像我說可以殺我好了 不就殺成年啊 然後還有等到 你不能選你的律師 你要用我 我說那個律師就那個律師 還有 我說你買那塊地 就買那塊地 然後還有地主沒話說 地主也不能不賣 是這樣子一回事啊 好 所以 所以啊 所以這 知道以後就不能不介入了哈 所以法高鐵 副菜園這個 這個就是年輕一代 我們發現我們香港 只是真的是怎麼運作之後 所以這一代我們是說重奪 本來應該屬於我們的東西 不知道 好 好 然後那個阿凡達的電影的時候 我們報了電影院 因為很投入 大家都覺得我們是阿凡達 好 然後那個高鐵為什麼要蓋呢 為什麼中國跟香港地產商 下一句 那我想蓋那個高鐵 因為那高鐵呢 不是把我們載到中國的高鐵的 那不是把我們跟中國連接起來 一家人 不是這個東西 好 所以他會把我們蓋去一個叫石壁的地方 離那個廣州高鐵站 18個地鐵站那麼遠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那18個地鐵站商蓋的地產項目 需要我們公費幫他蓋那個 infrastructure 令到人家去買那些地產嗎 那個是全世界最貴的田嗎 所以就這樣拆了 這個是一個建築的一個installation 這樣就拆了 就這樣拆了 好 這個就是背景 所以 所以我們這個雨傘運動 雨傘運動我們要reclaim的是 真的是reclaim不是不是站領 然後呢 其中一個要reclaim的一個是 我覺得是最棒最棒的一個行為醫生 一些爬山的人爬到五人的石子山上面 掛了一個十番 好 這個 這個是 很多香港人看到那個青木片 他們怎麼爬上去掛呢 就哭了 哭到 一塌糊塗 所有整個香港人都哭到一塌糊塗 然後呢 政府很快就用那個helicopter把它拿下來 然後沒多間都掛了 然後後來很多的山下面都掛了 然後越爬越難爬的地方 所以現在 現在就是香港的那個can do的精神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從 政府常常跟我們說 你們就拼著好了 你們就犧牲著好了 這個香港人會好 然後把我們的石子山精神 用到一個難看到我們不能再用的地方 所以很多香港人感謝他們 你就把石子山精神拿 從政府的口裡面拿回來給我們 我們現在可以非常非常驕傲的在用 這個是很像精神 然後就我們就拜自己的土地拿 這個苦行之治法高鐵的時候 怎麼愛你的城市啊 把農夫種得到你的成果跟種子放在手裡面 二十幾里路呢 拿一顆都布掉 每二十六個一個大大敗 五體頭地的敗 敗我們的頭 這樣把那個message 從菜園村敗到我們的政府中 所以有也是這個整個 整個城市 哭到一塌糊塗的一個東西 所以所以你要看到呢 香港現在的社運 其實是行為YouTube就要帶動 然後 然後很多這個設計 很多我們派很多他們的 詐領人的照片 你看他們想什麼 然後光仔說他是 在這裡感覺香港人雖然怕死 但是你房間很有愛 他感覺很愛 所以他為什麼一定要去那裡 你在家裡是感受不到的 然後你覺得這一代人會說 他們是反對那個homo economicism 我們不是只是一個經濟的城市 只是經濟的動物 然後跟父母那一代 只是往前看的很不一樣 然後他們看到比如說菜園村啊 西鐵街這些老區的人 怎麼反抗反拆遷 那種輸的非常有武器 輸的非常有專嚴的那個 那個狀態呢 其實是非常感動的 都是這樣跑出來的 Dignity and distress 然後 然後 Michelle 是一個social worker 社工 這裡的人都很團結很清醒 希望香港以後不再也經濟灌衰 然後 另外的 土部工程師 發覺今年政府越來越清晰 在運動長期曾經過 跟市民一起手 手脫手 為人臉 傳不知 感受到大家的愛和力量 所以這一代的人呢 他有一個新的sensitivity 我覺得 然後cultural sensitivity 其實跟以前不一樣 我覺得跟很多第二代 家裡後第三、第四代的 尋根帶像 然後他們都是很很 吊詭的 一方面要尋根 一方面要往前看 然後 要尋根 但是又很批判 對 像一代的東西又很批判 他要尋的東西 他也很批判他 所以呢 他們是為 pessual parents' modernist ideology 然後 要找 要找一個方法去 去再管理這個程式 然後這個 這一代的人呢 因為他們都是 WhatsApp 社交媒體的人 他們很習慣 共同的做事 inscribe一個group 你就在你的Facebook 你在WhatsApp 你的Line 開了很多group Telegram 都是group 所以這些人做事呢 都是groupie的 他們不會這個 不是 上一代就是individualist的 就是DIY的 他們不是 他們一定要一起的 沒有人一起做 好奇怪 然後他們都是一個 循環在用reuse recycle的一代 他們會 decompose the past for the future recycle reuse reforce reforce and return to the basics 環境呢 文化的 人性化的社區 這是新的價值 然後他們都 都很多collaboration的 然後所以呢 這個運動裡面 有一個很強的信念 然後他們說清場以後 我們都回到社區 繼續下去 那個社區營造 要在社區 從社區的層面中 就開始自我組織 organize這個 這個信念很強 那這個也是很多 因為反拆遷的社區運動 改造了一代人的 價值的能力 所以他們有很多那種 nomadic tribes的感覺 我們都是一個一個group 一個一個tribe 什麼組什麼組什麼組 一起做一個事情 然後呢 都好像 遊牧民族的樣子 你給幣走 每一個地方吃到沒有東西吃 你就跑嘛 所以你好像走來走去 遊牧 但是只是你從來沒有離開 你來來去去 就三個去 去那裡走來走去 所以 所以這次 這次運動邏輯是 很 diverse的那個nomadology 很像 然後 很多horizontal networking 你可以用risometric politics 來理解 你真的想的riso 就好像你 呃 池塘你 蓮花 蓮花怎麼會 開得那麼燦爛 因為底下有蓮火 在泥土裡面 很多很多不同的link ops 然後呢 你把那個聯絡怎麼砍 他都在那裡再開了 開一條新的出來 你砍不死 所以這個運動 其實有很多的 呃 我們非常非常非常多 在每一個在禮區裡面 做事的人 都是不同的NGO出去的 然後他們都已經很 很會做這種東西 然後就把自己整個整個 整個怎麼怎麼營運 一個社區的那種能力 拿到去那裡 很快那裡 都變成村 是這樣子的 所以是participation democracy 等等的 然後很多很多大學生 跟教授 所以是一個非常重於 R&D的一個運動 因為我們tech 我們tech 比較你們差 香港 technology的人 沒有你們厲害 但是我們R&D的人很厲害 所以在裡面 有很多真正的東西 弄出來 然後大家都會 collecting 做這樣 collecting 做那樣 這個是 record everything 我們 很多人用 所有次的方法 把這個運動 記錄下來 然後還有呢 我們的運動裡面的所有創作 我們都 都 撿回家 撿 我們 以後都不知道怎麼辦 多了不得了 然後 crowd sourcing 也是大家一起做的 然後 連爸爸媽媽媽都組織了 三校 三校爸媽 來 來幫很多事情 他們很厲害的 他們到 去 到處去 說服 不同意的人 然後 照顧 還有一個專長 就是 你因為 爸爸媽媽反對 讚美 然後跟媽媽媽吵詐了 他就去跟 你的爸爸媽媽了解 那個真很厲害 然後呢 還有就 啊 我們文化界的人 跟明星啊 等等 一起教授啊 Cultural Workers 我們有一個文化健保 然後 合影師 可能會選 商品 然後就是 都是每一個領域的人 只在自我組織出來 很多人都社團 然後 還有就是教師 以前 香港大學的教師 非常怕神的 以前 什麼東西都不出來的 來去去 我們都 我們的同事都溫度 走開 這一次呢 我們有1808個 好像 好像水乳傳 這樣子 1808個教授 參與這個 罷課的時候 去 站臉去 去教 好 好了 快 快完就是在現場 那一點 請問 你反應 好 好 在這裡吧 那個 不多講的就是那個 只是一個重點就是 為什麼大家選擇參與 女士的民主呢 是因為 Baby Boomer 那個generation 他們做了30年 那個飄商民主 就是講水票 講freedom 不講 equality 不講民生 所以 所以 這是一個很 很弄曲的 很neutralist 很neutralist parlimentary politics 大家都不相信這個東西 然後 然後覺得這個 跟那個 很individualist的 個人主義的 那個 那個問題 沒有分別 所以呢 這一代的年輕人 覺得 neutral democracy cannot be trusted 我們不能再相信 neutral democracy 我們要一個 更多參與的 的一個民主 很多話語權的民主 不要帶民主 好 然後呢 還有就是 他們也看不起 上一代人 運動的 文化裡面的一個問題 然後 這個也是我離開 去美國讀書的時候 我論文就嫌很多 這時候 每一個運動 他們的 line score 在你們那裡 他們的困訣在那裡 然後 然後我覺得現在 我的學生 其實都很統一這個觀察 就是覺得 三一代有很多 Anti-International 的時候 Anti-organizing的 紅小兵的感覺 就是 你 你生出來 不是草根階級的 你就是錯的 那很難 很難跟執政人 一起做選 然後 獨厚 獨厚結構 如論一萬天一萬地 就是 只是反對所有的 organizing 然後什麼都叫 然後就變成什麼 我跟他解釋 如果沒有 就是很弱 很容易輸掉 然後 就 就 理解權利 只會 理解 hierarchy 就是 power structure 但是沒有去理解 power as force as resource 那個 一個流動的能量 所以 所以 年輕人是 是覺得 你們很煩 這樣 所以他們要一個 比較 比較 油軟的 一個 一個 運動的方法 然後還有就是 delebrated democracy 在 在 發銷 然後 下 落區宣傳 民主事 跟吃飯 很有關 那個 把民主跟民生連起來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 理解 這是 他是 這是民主流動教師的 總統跟 也是一個文化研究的人 然後 還有就是 嗯 嗯 這個 有什麼 啊 完了以後 也清場以後 可以做什麼 這是我們很多想像的 遍地太散 然後 回到社區 我們可以做什麼 拖獎公共空間啊 然後 怎麼去 網站做什麼啊 怎麼延續 這個運動的理念啊 參與選舉啊 好好教育下一代啊 投入研究啊 幫多 幫小店啊 等等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 然後最好玩的 你要上網去 UMPP看 就是很多人寫 Others 他們有 有八百多個 entries 所以他們就是非常多 想以後回去 自己做什麼的 然後 然後 然後就 很多這種 organized 的組織 現在現在 在社區已經 這個是下去 聚酸傳理念的一個 一個 舉動 然後 還有一個觀察就是 我覺得 more philosophical 的level 就是 他們整個 運動的 the tactic 想像是怎樣 如果你用 theory的語言 來講的話 no longer a tactic of deferral but a tactic of actualization of the virtual 所以 以前 讀理論的人 就是 德立大 學生一代 大家都覺得 我們要 反 本質化 本質主義 然後 永遠不給一個定義 永遠是deferm 然後呢 但是這一代就說 哦 不是這樣子的 就是 actualization 的virtual 是真的 佛達都可以這樣說 就是virtual呢 是real的 比如說 成佛這個東西 是真的 但是你還沒做到的時候 他是virtual 你做到了修行成功呢 你就是一個魔馬 你說actualization 所以他們說 根本沒有本質給你去 去 去 deconstruct了 沒有本質啊 所以他們是說 就就 就 拜了這一套啊 這個是 truth process actualization 的本質 然後 所以他們不再相信 只是有 hermeneutic circle linguistic discursive 的那個 politics identity politics 就是所有一切 那個 他們覺得非常笨 給我一個identity 怎麼樣啊 給我一個 identity 一個身分證 你是要要請我交稅嗎 所以那個identity 不是關鍵啦 我要重奪的是 所有的資源 所有的等等等等 materialist的東西 所以他們做會這樣子 然後 然後 他們的theory 那樣就是 There is nothing no pre-existing self to the essentialize 根本沒有把本質好說 subjectivity呢 是覺醒來的 然後你覺醒 發現你覺醒 這個就是一個 truth process 這個就是真實 然後 然後 virtual的ideal啊 utopia等等的 概念啊 是virtual的 但是它是real的 可以做出來的 只要你去actualize它 所以他們是很proactive的 他們 他們是先去佔領 然後在現場才談 怎麼做的 不會先談好啊 又怎麼怎麼怎麼 然後 就先去做 先 然後就再坐下來講 想下一步這樣 好 然後還有就是 他們是 那個很 把他們的everyday habits拿來 就是這一代不再是 個人主義的DIY 他們是 Learn it together Do it together L.I.T.D.I.T.的一代 然後他們 不再相信 那個consumer culture 給你的選擇 那個是假的選擇 然後electro democracy 都是假的選擇 它是所有 a lot of false choices 所以他們要自參與 自弄出來的 我自己去做決定 我自己去弄出來的 才是真的 所以要participatric的 democracy and decision making horizontal organizing 不相信hierarchy 不相信代表的leaders 所以你選 你把選员是 來殺一黑了 他們就會覺得 我來做了吧 然後key values 是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合作 然後社區參與等等 那種responsibility 他們是非常非常有責任感的一代人 很恐怖的學生 他答應你 我去贊你 但是我會教部科的真的教你 然後 然後 然後這個 這個是公共空間的 這個 重新改 改變了公共空間的使用 跟想像 這個非常重要 他要拿到那個comments 然後他要把他平常生活的 所有的規矩 想像 只習慣拿到公共空間 把公共空間 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是一個充滿媒體的一個世代 所以大家很知道自己是spectacle 但是我們也是spectator 所以呢 聯盟場是一個非常 這是好像你們的遺址山 你們遺址山 這是我們的聯盟場 很多post-it 所以所有大家的想法 欲望 跟所有人的 頭線 放在這裡 The world is watching and we are proud 所以這個就是把我們所有的psychology 貼在那裡的 所以整個城市的感受 affective 所有productions of ethics 所有productions of desire 思想 貼在那裡 你如果是真的有興趣看 是很多是引用的 你們看的是什麼書的 好好笑喔 很多學生就打一個 Dilessy 然後吵吵貼在那裡喔 然後很多迷彩啊 什麼都有的 然後除了那個加油加油以外 很多 你就發現他頭腦裡面 有什麼都貼上去的 所以這個是非常 那個externalization 或mental math的東西 好好玩喔 聯盟場是每天都可以讀的 然後他很厚 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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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城 那個人民的厚度是很很很震撼 然後呢 還有就是 怎麼recreate everyday happy to live in space time 我一開始說我們沒有時間沒有空間嘛 所以怎麼拿回來了 這樣子 家裡那有地方有一個書房 那他有自己的書桌 我們都是在bucker bag裡面寫功課的 所以哇在這裡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書桌等等等等 多快樂 然後爸爸媽媽來幫我們蓋一個書房 所以今天這個是景點來的 微博一定每天都增加 然後我很多學生可以 佔領的時候 教過課是因為這個地方 然後還有補習老師 還有教授來回答問題 然後我們很多人無聊在那裡 然後就坐在那裡的 幫他們的寫的 怎麼相量他們的社會網站 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那裡教書 其實是很爽的 然後每個區都走這樣的 還漂書了 所以很多人就 拿到很多書回家 平常不會讀書 因為在那裡太悶著真的看了 然後就是爸爸媽媽就是 We collectively build for our kids What we cannot afford to do at home 所以你把那個城市的人的空間 壓縮到一個地步 他也可以拿到空間的時候 他們就會把所有空間意願 用出來 然後呢 然後他們的公共屋村的文化 你看這個是尼頓村 尼頓到尼頓下村 還有下沒有下 然後呢你會看到這種 那種 If they were given the freedom to play out the neighborhood community to plan their own neighborhood community 會怎麼樣 然後你看到這個開條村出來 他們是很整齊的 So when over-wepping needs meet under-wepping prospects 大家就會拿回來這些東西 然後大家就去蓋一條村 然後一千 金鐘有一千六百幾個帳戶 一天就規劃出來了 很多小街的 然後呢長者就來送早餐 還有還有那次天粉的 還有 wheat germ的 那個長餐 不是長粉那麼簡單 然後還有還有 黑 sesame什麼什麼營養都很長的 真的不可思議的 所以那個 Tiger Moon 是Helicopter Paris 到這裡是發演非常非常感人的一個位置 為什麼沒有 沒有去 沒有嗎 沒有嗎 沒有 不是啊還有嗎 我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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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追尾到尾 到尾 如果這樣呢 可以在旁邊 escape 他escape 然後去這個 你這樣這樣滾 滾一輩子 用escape到最下面那個時來 沒有 他 他是分隔視窗 這個講過 沒有這個沒有 這個沒有 純錯了 檔案 哈哈 往上 他 再往上 再往上 都差不多了 這有些很好玩的 那 欸 往下 哦 對 回收站 哦 這個很滋濕的 然後 冷的時候 有人送棉被 然後屋子站在說 所衰的東西 你怎麼怎麼拿 然後有這個 大谷的那個區的人來 他都在這裡一個 大谷 可能連自己的村 然後 甚至自己的房子 嗯 嗯 你看 好像很多人 都衰了這樣子 好 香港人 然後你看 好像很 是不是說呢 他們真的很會 plan 啊 然後要小街的 有通風區啊 每一個小區都有 一個屋宿站啊 等等等等 所以香港人是很neat的 We're overdoing our type 的事 啊 就是因為平常 給幫忙 管的太要命了 那你乾淨的不得了 然後 然後 這個是 然後 然後 這個就是 我們的 所有 所有的公共廁所 裡面 男的 男的裡面呢 什麼shaving cream都有的 啊 然後 condom都有的 然後 女的那邊呢 這 會有很多這種 啊 小貼 跟你說 那個facial是怎麼用的 啊 啊 然後 你那個 所以呢 他 我很 溫暖關心你 但是你一定要這樣 接你的facial 這樣 整個那種 很波喜但是有很 很溫柔的那種態度 好 我在那裡看到 然後他也說了 他說 我們平常交通慣養 在家裡 不會 會做駕駛 但是在這裡 會願意為別人 做早餐 省廁所地方 所以這個改變是很驚訝的 很多媽媽媽就這樣 哭出來了 哈哈哈哈 然後就老太太就來陪他們 你知道嗎 就每天都來陪她 然後叔叔也來了 然後這個呢 是 那個 宗教跟信仰的面貌 那個關定 關公關定廟 不斷在evolve 警察猜一次又再災光 災傷的關係 越來越spentacular 好 然後香火鼎盛 然後呢 對面不遠嗎 哈哈 這個 Saint Francis的小教堂 好 所以這個 這個 大家都 都會看到 很很活潑的那個 那個 平常的文化 拿到這裡去 嗯 平常不敗成的 現在不敗了 哈哈 然後還有呢 就是masculinity的觀察 就是啊 因為很多 連鎖店啊 然後 後工業城市的 工業北移 所以我們已經很久沒有 這種 partisan masculinity的東西了 哈 但是這一次呢 就是師傅出來 哇 就大家發現啊 那個師傅有那個技術的啊 那個大盤工人的什麼 就變得很酷 很visible 所以artisan masculinity的 重新回來 大家都很感動 這個東西 然後 我們女生怎麼呢 啊 當然你很悶嘛 所以 nev occupy women's juices flow 然後 學生領袖就變成 他們的 嘻嘻團的那種 呃 欲望投降 嘻嘻團就是 女生 想像兩個 他們愛的男生 支持同志 然後就為他們 寫那個 愛情故事 好色的 非常色的 然後 畫很多漫畫 都是 呃 兩個男生怎麼 親嘴啊 摸手啊 然後 蝶龍啊 等等等等等等 不好意思 把他對愛情的 整個想像 就投卸在 他們喜歡兩個男生上 但是這個很安全的 就是很多distance 因為你是 自己是heterosexual 然後你想像 他們是gay 然後還有就是 男就是 隔了一重 什麼樣子 所以 所以給男朋友看到 他也沒有什麼 話可以說的 哈哈 所以那種 因為他們嘻嘻而已 我沒有說我愛他 我說他愛他 這樣 所以那是好好玩的 一個東西 那個運動裡面 就這樣子 還是很重要 然後 呃 然後悶了 所以我們會A 所以做了 好看不好看 厲害不厲害的 藝術不要緊 但是這個就是 全民做藝術 每個人覺得自己 可以做藝術的東西 那個是很棒的感覺 然後這個就是 他們畫的漫畫 那個 嘻嘻漫畫 呃 所以很多sexual fantasy 這個也是 政治漫畫 然後就是 呃 關公根也是問為什麼 來遊行呢 因為政府 講錯話 我把你的動員出來 嗯 然後就是 呃 這個謝近平的 呃 有一堆 唱三的 中國裡面 得掌的一個照片給我 每個人就去 跟這個 直牌 謝近平來 拍照 呃 那個 然後購物也是呢 也是把一個 大家是覺得 呃 自由行人來購物 是很煩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用購物 發法來反政府 就就 Gorilla的占領街道 然後有一個 把劉德華的一首歌 改 改編成這個 人家會 購物我解決了 你乾坤等等 然後如果有 反占領的人 來罵你那種 跟他唱上 你唱聖約歌 Happy Birthday 就是這樣 所以很 這個無理同文化 也是 也是大家 很 很會拿來用的 差不多嘛 然後這個是 中山學生 做了一個 很棒 女班的音樂 他們 他們的 你去看他們的 病故事嗎 太好看 太好聽了 然後 把很多名 歌星嚇壞了 這個也是 人民的厚度 那個 Renal Law closed up 這個是 回不了頭的覺醒 所以他們覺得 我們輸掉 這一個 battle 但是 我們的 是拿不掉的 所以他們很有信心回去 重新打 有很多 運動之後 這個是差不多 最後一塊 很多運動之後 有Evaluation的 打皮盤大會的 就 呼呼罵 然後 但是 有一個 一個Consensus出來 就是你的 對手是 共產政權 那 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呢 你要 你要在他下面改變 或是改變他呢 這個是 這個是超越我們 一代人生命的 一個 規模的 一個 運動 所以他們知道 他們 現在17歲 19歲 然後 他們就想像一個 皇朝 二百多年吧 那 不是我們還要打 一百六十幾年 然後 他們就會覺得 如果香港人的 壽命平均是 八十八歲的話 我們還有六十幾歲 要打 這樣 他們在這樣想 所以他們有一個 輪迴觀了 就說我們的運動 一定要 只能夠輪迴 我們死掉 還有人繼續 所以他們會想一個 Sustainability without continuity 的一個想像 所以他們有一個 很有趣的 對這場仗要怎麼打 你看台灣 把公大陸 綁多久啊 這樣 這樣不是都放棄嗎 然後我們 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然後我們 比較台灣 還要少了 他們三千萬人吧 我們幾多人 所以他們很 很實際的這樣想的話 他這場仗 一定要相信 某種超越自己生命的 一個 一個 一個規模去想像的事情 所以他們就 會把 you are count 去覺醒那裡 因為先保存我們 這個覺醒的心 心不死 所以呢 所以為什麼 the virtue is real 然後大家 一起一起 一代一代人把它 actualize 這個信念為什麼 對他們來講 那麼重要 要不然他們就已經 已經希望 一定別打垮 他們 一直不要垮 他們就要找一個 哲學理論 來支持他們 不能垮的 那個心念 所以 所以是 運動會選擇 她自己的 philosophy 這樣子 然後 最後就是 有一個小女生 我們 她就用 用 chalk 粉筆 做了一些 graffiti 可以抓到 呃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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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一個很出名的 蜂人 叫 九五王鼎 她一輩子 在香港 寫得好看好看 就是 所以我們就 一次過 撐女孩 然後 呃 再重新 呃 reconstruct 我們的那個 cultural history 就做了很多 這種東西 所以這 現在大家很喜歡 那個image 就是這個 開頭的那個image 跟這個image 完全啊 謝謝大家 老師 我講 一次講最久了一次 這幾年來 但是 図雅老師講得那麼精采 想說我們大家可以 她講完可以 聽到更多的東西 那今天在談這個 這個事情 大家也會激意我們 然後 我們現在就先 如果要去上廁所的 就自己過去 廁所在那邊 然後要休息的自己就跑到上面去呼吸新鮮空氣也沒有關係 那大家我們就是比較隨心 所以我們既然讓字幕的老師講了一個半小時 所以等一下我們請林全忠老師呢 你就掌手欲也吧 我們這邊歡迎林全忠老師 換一下 接一下就好了 就直接接著 方向好 好 兩個禮拜前我剛好感冒 應該是好 可是生意還沒有完全 請各位見諒 今天其實很高興也很榮幸能夠被邀請來相往已久的哲學星期五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個人 我想相信也是各位關心的一個議題 那麼剛才我們聽到 師父老師在香港 然後去金鐘現場 看一下很多 超過50張的照片 我想這些多少是能夠讓我能夠了解到整個香港雨傘運動的一些精髓 剛好剛才聽到資助人士的一些分析 我想 也能夠帶動我們來思考 也能夠帶動我們來思考 香港雨傘運動到底如何跟我們台灣社會最多連結 包括像我今天的演講 也會把這個問題拉回到台灣來 或者說 從另外的角度來思考兩者 兩地之間的聯繫 其實我個人的專業本來是國際政治 可是我在過去的一個傳統的研究 其實是在做中心邊邊垂的一個關係 最近我到了台灣之後 我有另外一個形象 就是做日本的研究 其實在國際關係的領域裡頭 做中心邊邊垂的一種 非常威風的關係是我一個傳統的研究 而且 現在也在繼續 那麼我希望今天能夠提供給大家對的有關 就是說我們如何去思考 太陽花和雨傘運動的 在一個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麼也希望能夠 多提供一點我個人 從一個中心邊邊垂關係 來思考 兩者 來自於我們 台港 兩地所面臨的一個 中國因素 這個中國因素 融造在我們的 上空 如何去應對 我想這也是 我們必須要去思考的問題 這次我們論壇的題目非常有意思 就是雨傘與太陽花之間的曖昧 我想 用這個曖昧這個詞 我想應該是想要表達一種 非常特殊的一種微妙的關係 其實台湖上 台灣跟香港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可是我們感同身受 特別是在這一波 雨傘運動發生之後 我們有更多的一種情感的連接在一起 而且也提供給我們多一個契機 來思考未來我們應該 能夠有多少的一種團結 跟一種連接的一種想像 那我希望今天能夠用這樣的一個視角來跟大家分享 我的題目是 邊垂力量到底有多大 那麼在面臨一個強大的中心的時候 我們應該做如何的一個思考 那麼當然是從這樣一個雨傘運動 跟太陽花這樣的一個經歷之後 我們的追蹤反思 大家留意一下 剛才的一個太陽花 其實是一個雨傘的一個形狀 其實意味著當時已經很多人在想像 就是說其實太陽花跟雨傘是有很多的連接 其實有很多東西 包括顏色 我們都用我們的黃色來表述 好 既然是曖昧 我想我們先來簡單來看一下 兩者之間怎麼眉來眼去 那麼下面有一張圖片就是 有這樣的一個論述 比如說 有這樣的一張圖片 叫太陽花 在紫荊花的土地上盛開 香港的四花叫紫荊花 所以 我想這也是 不少香港的年輕族群 他們對台灣的一種期待 我其實在過去正常批評 台灣社會對香港的關係不夠 那麼事實上是如此 在香港會對紫荊花之後 兩者之間的關係已經非常的疏弱 那麼 這跟政治的環境是有關係的 包括 無論是藍還是綠 都對香港有 就是說 不願意過度的去關心 那這是為什麼 因為 在九七面臨這樣一個大轉折的時候 比如說 綠營的朋友會認為說 他是只是一個外國共有關係 那麼 藍明他也認為說 唉 我們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不是一個殖民地 沒有要回歸的問題 可是他也不願意把香港扯在一起來談 所以變成了後來 過去十幾年來對香港的關係是不夠的 那麼可是 其實 其實香港在經歷了很多的事情 其實也是我們台灣正在經歷 而且未來還會繼續經歷 我舉個例子 我們有入生有入客 未來還有入資 這全部是在香港過去十幾年來剛剛經歷的 包括自由行也好 也不過在香港都是五六年的時間 比我們沒有求太多 所以他的每一下的一個進展 跟中國的一體化的一個進展 其實都值得我們去思考 不過很高興就是說 當這一波的雨傘運動冒出來之後 台灣突然就是對香港有很高度的一個關注 那這點我看到非常的欣慰 剛好那個時候我也在台灣 也就是說 無論是電視還是我們的報紙雜誌 或者網路都有很多的有關這部分的訊息 那其實也帶動可以說是在九七之後 另一波台灣社會對香港的一種高度的關注 那我們看到其實兩者之間是有一些連結的 在即便是在太陽花是在站中之前 可是我們看到也有很多香港的學生 也開始在支持 就是說關心太陽花的運動 我們看到太陽花所佔領的立法院裡頭 也有香港的學生進來來支持 也有一些香港的議員 也到了台灣來表達關注和支持 而且那時候有一句話大家都還記得 把香港直接連結在一起 也就是說 今日 香港迎任台灣 這造成一種對未來的一種危機感 我想香港提供了台灣很多的造成一個刺激 反過來 來 當然 香港對台灣也有很多的關注 那 這一張我不是剛才提到的 有關台灣的媒體的報紙 在 在 戰中爆發的第二天的一個報紙 唯一個例外就是 中國時報 哈哈哈哈 這波我們就不多說了 那 其實這一波的一個浪潮 我想 也不只是 對兩個學院 兩個 共鳴運動之間的要關係那麼簡單 於是 我個人還認為說 他其實對 後來像台灣的九合域的選舉 其實是扮演了一個 臨門一角的在一個角色 甚至有個朋友告訴我 他說 香港人沒有票 我們 我們會贏投了 所以這種說法 我也聽了不少 那這種 就是說 面臨中國的一種危機感 其實 香港的這一次 遇上運動 提供了一個 對台灣的未來思考 兩岸關係的一個 非常刺激的一個point 我個人雖然沒有直接參與 就是說 太多的 就是說 現場的一些運動 可是 我也透過 就是說 文章 來表達我的一些觀點 包括在香港 包括在台灣的媒體 報紙也都寫了相當多 恐怕加起來 應該有超過十片 最新的一篇 會在明天的明報 談論出來 有關 港獨的思考 其實 在台灣的這一波 太陽花的運動期間 剛好那個時候正在辦一場 我個人策判的一場 研討會 有個釣魚台的 不過那一次釣魚台很有趣 也其實也跟他 有一點點的連接 那個 冠軍上是跟報紙 我看到其實 因為那時候 研討會 請了毛總統來做 演講 因為這樣就吸引了 很多的太陽花的朋友 來抗議 那 大家主辦單位 大家會有點緊張 可是 就是 香港股市 能夠 雙方 都能夠 有它 活動 跟 我們自己 意見的空間 我覺得是相當好的 一個結果 那 我也透過 就是 從 台灣 的 一個狀況 甚至乃至於 從其他方面 包括 我在日本經驗 我在美國的經驗 還是提供給香港 這個普選的 這個議題 如何去思考 那麼 包括 我後來 11月29號 九合一選舉 之後 我也提供 我也提供一篇文章 包括在香港的民報 就是 來 就說 來 批判 這種 不讓香港普選的那種 什麼的 道理 其實 是非常的 軟弱的 嗯 台北的縣市長 就台灣的縣市長選舉 那當然縣市只是 其中一次而已 可是 過去已經有幾十年的經驗 那麼 在九十年之後 又能夠恢復了 就是說 直選 那這一些其實都 提供了香港 在所謂的 普選的證明裡頭 證來證去 其實 真的話其實很簡單 中共不允許 你真正的有普選 所以他動用了他的所謂的靜置判 以及他的 就是說 御用的媒體 來 告訴大家 編出一把課裡 有告訴你 你不成熟 你沒有資格 你有外地的介入 等等的因素 讓你 就是說 那個 香港是不失於 做一個真正的普選 可是 後來我也是一篇文章 也許是下一篇 等等 稍後我就再 可能會出現 就是 我還透過我 曾經在琉球大學 住過的那段時間 對琉球社會的觀察 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 指出 琉球的普選 跟香港相比 香港 落後了五十年 五十年 而且還未 繼續落後下去 因為 我們不曉得 什麼時候才會 也可能要百年 香港 香港其實在各方面 發展 並不比 入球過後 可是 就是 一個唯一政治 它不讓你 就是說 真正 在一個民主的 一個 一個機制的 出現的話 那麼其實 真的是 非常的困難 因為其他的 客觀因素 不少說 有關 戰衆 或者 普選 比賽運動 這個議題 臺灣 政府其實 在初期 是 臺灣是相當的曖昧 那麼 我的理解 是因為 馬總統 他在思考 太陽花 跟 這個 戰衆之間的 有非常微妙的關係的時候 他有一點 猶豫不絕 那麼 主要是 就是說 太陽花是從他而來的 那他 能夠去支持戰衆嗎 所以 他在這個兩者 裡面 擬清之前 他就非常的 哀悶 直到 再終爆發 二十九號 二十八號爆發 然後二十九號 他的 有一位幕僚 向他 那個 建議 那個幕僚 大家都 見過 那 他就在 然後在三十號 晚上才接了 要講一個建議 就是在當天晚上的 《中山匯報》 就 第一次 講出來 認為說 把這個問題 拉到 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也就是說 嗯 大陸 政府 對 香港的影響 壓制 會影響到 兩岸關係 會使得 台灣社會 就說 離大陸 會越來越遠 這也是 就是 後來他在 雙十國慶的演出的時候 就將這種 論述 做個全面的一個 布排 我在上面 聽啊 是 我也聽得非常的 精彩 那麼 可是 非常的 遺憾的是 來一下 後來 也因此 引發了大陸 在六年以來 第一次對 馬英九的 一個批判 那 台辦 的發言人 就 批他 說三道四 那這是 過去從來沒有過的 說三道四 是中共在批判外國 在 就是說 批評中國 人權 各方面的時候 常用的一句話 可是從來沒有 對 台灣的 政府 說過 而且是對他 跟他合作的 然後 馬中通向 我想 他們也應該錯 那更錯的是 人民日報 下面的 環球時報的 社論 居然又佔一個 一個 一個社評 大陸 不欠馬英九 他應該製作 這是社評的題目 我想是相當的 一種 不客氣 我想 也會 也一直也造成了 在去年下半年 兩岸關係 就是 倒退的一種 一種狀況 民視黨運動 跟台灣之間的 一個最大的交易 其實就是 因為中國的因素 因為 這裡是一個 共同點 那麼 除了 不論是 明日香港今日 台灣還是 明日 台灣今日 香港 都 使得 兩地 但是 比如說 相關的 雖然 我沒有說 兩者是一個 命中的領事 這種 觸覺這種感覺 開始 慢慢地 就說 慢慢地 就說 慢慢地 慢慢地 變起來 那麼 中國因素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特徵 是 現在是個中國崛起的時候 那麼 中國崛起 其實對世界來講 都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都在思考 如何跟中國相處 那可是 呃 台灣也好 香港也好 呃 在思考 中國崛起的時候 在思考 怎麼跟中國 呃 呃 大陸的相處的時候 跟其他國家 是有很不一樣的 的一個特徵 也就是說 呃 中共 是對你有助 權的要求 對你是在台灣 所以 呃 你是屬於我的 啊 呃 美國 跟日本 跟韓國 在思考 或者印度在思考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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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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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想就簡單談一談有關中國對太陽花和雨傘的運動到底有沒有不一樣 其實太陽花剛剛在爆發的時候 中國國台辦是發表了意見 就是說不希望這樣的一些行動會衝擊到兩岸和平發展的進程 不希望變成一個阻礙的一個東西 可是後來當太陽花繼續越來越 就是說發的勢力越來越大的時候 後來他改變了說法 就說願意跟 願意去了解台灣什麼 願意去了解台灣年輕族群在想什麼 願意有機會到台灣來跟台灣的年輕族群來對話 後來他還是來了 跑到了高雄某一個特別安排的一個學校 有一些的一個所謂的對話 沒有敢在台北跟台灣的年輕人對話 那麼不過至少他展示說我願意對話 可是我們來看看他怎麼看 站住 可以說是一個全面否定 甚至是妖魔化的一個到現在都還是 一直認為說是有外國勢力的介入 這些年輕人被騙了 我們看看剛才師傅老師給我們展現的整個過程 學生到底是不是被騙了 那而且強調他是破壞 法制他是非法 到現在也都還在繼續這個論調 這種情況其實跟他在26年前對六四的一種思維 其實說其實沒有改變 那麼這也是讓剛才師傅老師那麼羽動性差 這塊堡壘沒有那麼簡單可以突破 我們要幾代人的一種承重 用想法上就是有關係的 可是為什麼他對太陽花相對來講還比較溫和 可是對站住卻是堅決的一種否定呢 其實理由很簡單 因為台灣跟香港的處境是不一樣的 香港已經回歸了是他的一個統治的區域 那他沒有要跟他反對中共的勢力來做個妥協 他沒有這樣一個思維 過去66年來從來沒有這樣一個思維 要跟反對派妥協 所以我們看到說為什麼戰衆會爆發 其實最重要是因為他在8月31號所謂人大決定 就是告訴你們要怎麼選舉 其實坦白講這是違反基本法的 基本法的原意只是將選舉的方式交給人大來報備 你可以否定不通過 可是你沒有資格說告訴教你要怎麼選 把具體的選舉方法來做一個法律 來強加於香港的選舉方式 可是我們看到結果就是這個結果 那因為他有所謂的最高的法律的權位 他講的話其實就變成法律 事實上是如此 因為他有權釋放 釋放之後他就變成一個新的法律 所以也是為了 也正因為如此 就是說他在香港政府 他為了保持他不被挑戰的一種權力至上的一種思維 就對香港的這一波民主訴求 最有全面的一個否定 可是台灣是不一樣的 台灣沒有所謂的統一或者美會的問題 現在台灣也不受他直接的一個政治上的控制 所以他只能延續他過去的一種方式 比如說統戰 統戰就是說團結所有 包括跟他意識形態不一樣的勢力 所以為什麼賴清 賴市長可以跑到道路去訪問 大家別忘了香港的民主派議員 除非有特許 否則是不能到大陸去的 自己國家的一個地區的民眾選出來的議員 是不能到自己的國家的另外一個地方去的 可是很明顯就是 以台獨思想非常清晰的 我們的賴市長居然是可以到大陸去 為什麼 就是因為要統戰 所以屬性不一樣 換句話說有一天如果台灣變成了香港 那實際上還能去嗎 不可能 所以這就是台灣跟香港目前的不一樣的地方 這是我後來寫了一篇文章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批駁 就是有關所謂的 用國家安全的這樣一個 一個藉口 來遏制 就是說阻止香港有一個真正的一個複選 所以我就批他 就香港比說什麼落入複選 因為 琉球在1968年已經實現了複選 直到現在都還在繼續 不過說回來就是說 可是在面臨這樣的一個中國崛起的一個情勢底下 我們經歷了這兩場的運動之後 我們如果去思考 就是說三角的關係 台與港中 就是什麼東西 我想是 我們下一步應該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我個人也不少的關心這個議題 也希望能夠分享 跟大家分享一點 我個人的一些觀點 首先就是 這一次的兩場運動 將台灣跟香港在某種程度上是點進在一起 那麼我也希望 台灣社會 未來會更關心香港 因為在某種意義上 台灣正在走香港的道路 事實上我剛才所提到的 那個陸客陸生 未來的陸資 還有更多其實都是在copy 香港的一個做法 那麼當然 台灣晚一步 其實是有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借鑑 一個機會 來好好研究到底 香港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麼 台灣如何作為一種 經驗或者教訓 來借鑑 我想是很重要的 那 另外就是 我強調一點就是說 台灣的社會 非常擔心 台灣的價值 未來會不會慢慢的消失掉 那麼這一點我是強調的說 如果有這樣一個危機感的話 其實恰恰 香港是台灣價值的 比如說 守護台灣價值 與台灣安全的一個屏障 你想想看 如果香港完全失手的話 中共就會把精力全部用來對付台灣 所以對台灣的價值 鼓勵 其實在這部分我想在政策的上面 我們有辦法直接就是那個 其實為了挺香港的挺香港 不要把他們過句話 聽起來有點難看 但是我覺得怪怪的 原因可能這樣 可是老師做分析 當然是分析很準確啦 就對那些現實主義者 你是很有說服力的 可是這種現實主義反而 會讓我們感到那種 那一點點的 難以忍受的功力 對 對 違反一下我們優雅的高度 對 好 對不起 我只是補充一下 謝謝 謝謝 嗯 剛才是老師 也聽到很多 台灣兩者之間的一個 我想公民運動的決心 公民意識的決心 我想 故事商 雙方的一種 嗯 就是說 一種共同的價值 那麼 我 的確實在 我說 那個 無論 不管是社會 我想在政策上面也一樣 就是說 包括台灣的政府 也應該 應該更關心 香港未來的走向 作為一個 政策的一種參考 除了台港 雙方的關係之外 當然還要思考 把中國拉進來 因為 兩者之間 雖然 就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大的一個運動 其實正是因為有中國因素的關係存在 呃 這個中國因素 又確實 又是不能夠 就是說 呃 就說 它是揮之不去的 這樣一個因素 造成了 就是說 未來 包括 兩岸 的一個發展方向 也好 就是說 呃 台灣在思考 未來自己的 一個發展方向也好 其實都有很大的 一個影響力 那麼 呃 呃 我們可以再點一次 啊 嗯 有關 目前 呃 因為 太陽花運動造成了 就是 所謂的土貌 呃 呃 這部分就停在那裡 呃 呃 現在已經到了二零 就是說 呃 2015年 啊 那麼 呃 那麼 那原本是在去年啊 年底啊 呃 就應該完成的 呃 呃 也在 呃 呃 甚至 呃 也包括 呃 政府還在繼續推動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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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的時候 呃 如何去 呃 呃 保存自己的呃 價值跟主體性 呃 以及政治的呃 的一個主權 這一部分 呃 呃 幾十萬在 幾十萬台灣人在大陸 那麼他們遇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們需要有一個代表處來協助他們 啊 可是呃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 一個很重大的一個 呃 政府介入台灣的政治 會帶來什麼樣的一個便利 這一點其實沒有好好去做研究 所以我個人覺得非常的擔心啊 因為我們看到香港有終聯辦 其實本身就是另外一個權力中心啊 那麼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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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中國大陸政府會派一位 呃 代表過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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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這裏 那你想想看,涉及到兩岸議題的時候 我們的記者可能會跑去問他 你有什麼意見啊,對這個問題 他說過其實對台灣政府的政策的運作是有影響的 可是我們台灣的代表即便是住北京也好 北京的記者會來問你嗎? 恐怕是不會 因為他們可能會有一些不宜去問他們,聽他們的意見 更不應該把他報道出來 所以這是不平等狀況下的一種 所謂的故事代表出的一種所謂的平等思維 其實這是不一樣 那我更擔心是什麼呢? 我們有那麼多的陸生在這邊唸書 我擔心他們未來更不敢說話了 現在已經有點困難了 剛才我們的主辦大陸還擔心說 那刻意,攝影機有沒有 就可以受到大家 受到大家 受到大家可以可以的 就選擇了 就說迴避或者怎麼樣 那其實你想想看 其實現在已經有很多已經被監視了 我舉個例子 台大政治系某個老師要收一個學生 那個陸生回到大陸的時候已經被教去喝茶了 還沒有這種代表出他已經監視到讓你一譜的一個學生 在選某個老師 這老師是大陸不太歡迎的一位學生的時候 就算他都有機會那個介入 那何妨是未來他就設在台北 那你們還敢說話嗎 這一點其實是鼓勵於兩岸的 譬如說,特別是陸生在台灣 跟台灣社會的一種交流 我想這是鼓勵的 事實上我有一些台上的朋友 我也問過他們 那你們在大陸在經商 在工作 在生活 你們感到很不方便嗎 他們說也沒有 所以我們政府能去思考一些 暫時在取代 這代表住以外的一些功能 就是說能夠來幫助 就是說在大陸的台灣人 我想這不應該是更積極更必要去思考 在過去的這種階段底下 那麼第二點就是說 經過了太陽花還要過來九條約的選舉 在他們出去之後 我想也特別是到了今年 馬上就要總統大選就要開打了 那其實還是回避到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兩岸關係怎麼做 過去這幾年 美麵大陸有維持相當 比較好的一個關係 造成了兩岸關係 這一塊一直是國民黨的一個強項 可是我們看到就是說 當太陽花之後 當九條約之後 這個情況未必不持 可是話說回來 台灣那邊還是要生活 我們現在的外貿有辦法 這事實是跟中國大陸相關的 這是一個現實問題 所以對台灣 我們是哪個政府也好 哪個政黨也好 未來的一個最基本的一個思考 就是說如何在跟大陸進行進化往來 美元往來 在維持一個和平指數較高的一個狀況底下 能如何去維持台灣的一個主體性 台灣的一個主權 這一部分 我想也是需要去思考 可是我個人覺得有點遺憾 就是說 九條約之後 我們居然把焦點放在修憲啊 這一部分 現在當然是可以思考 這是幾年來都可以思考 而且也可以繼續思考 但是其實選後最重要還是要回到 兩岸不應該怎麼做 這事實上也會直接衝進到選舉 大選 因為共產黨會說 那好 你提出一個 讓台灣人放心 而且能夠繼續維持 兩岸和平的一個政策出來 所以這問題不應該把問題 就是丟給小燕來處理 應該全台灣市民都來一起思考 這應該是比 就是說修憲還來等破解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接下來就是 我想再提提這個邊垂 從雨傘運動 不管怎麼看一個邊垂的力量 我在過去在做中心 跟邊垂關係的時候 主要是從台灣、香港和琉球 做個比較 他們作為在東亞的一個邊垂地區 在過去近代到現在 一直在思考 他們如何跟他們的重心相處 我這個議題目前還在 可以說現在進行時 那麼 邊垂當然在很多 特別是國家力量這部分 當然是無法抗活 那麼可是 他是不是真的是 真的是 只能聽天有命呢 包括 剛剛我們看到的 雨傘運動 雖然他 表面上 看不到有 就是說 在雨傘運動 有所進步 可以說是完全沒有 可是他到底 是不是 就沒有力量 至少我們從 剛才整個公民 公民的覺醒 這一部分來看的話 其實並非無事 而且這部分 可以說 台港的公民決心 跟公民運動的這個power 其實我相信 也會遲早 會影響到中國大陸 好 剛才製作老師也 就是補助這一張 這一張 其實是意味著 因為很多 貼了好幾十 都是在贊成之後 才貼 其實意味著 這個運動 不會結束 我們看到剛才 那麼多 內在的一些 一些 參與 跟 一種 創 創造 其實都能夠看得出 把相當的 這些公民運動 並不因為在後戰中 整個被打下來 然後就慢慢的消失 我並不那麼的認為 可是就是說 而且 重點就是說 我們應該把時間 放長遠來理解 並非一定要 從現在的 這個運動的 所爭取的最大目標 來衡量它 到底是失敗 還是成功 就像 六四運動一樣 二十六年過去了 現在中共也無法 能夠說服全世界 它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動亂 它也無法這樣 來說服 所以歷史 並不是由它來寫的 我相信 香港這一波 雨傘運動 也不可能是由 中國政府排泄 我們現在 每個人都有機會 我想 這次 也就是說 也不應該的 就 短視 就是說 這兩個運動 到底是成功了 失敗 其實本身 太陽花也好 讚重也好 對中共 是有很大的衝擊 難得後來我們也看到 其實為什麼 這個 吹雷瓦斯 吹雷蛋 發售之後 也很足夠感化 因為全市在媒體都在看 後來 雨傘運動還登上了 時代總刊的封面 那其實台灣 在國際社會的 可能建度是比 香港是比台灣還高 在國際媒體的可能建度 是要高很多 也是為什麼 包括日本 對台灣其實了解很多 是對雨傘運動就非常的清楚 就因為有很多 國際的媒體 都在向來涉嫌 那麼 所以 對中共的形象 本身是很大的衝擊 那我想 這也是其中它成功的 一部分 除了對中共衝擊之外 我想對整個中國社會 也是有 就是說 很大的一個震撼 沒有錯 我們看到 中國政府對 戰衆運動 其實是 採取一個 這種封殺的 一種做法 特別是在 在戰衆爆發的初期 幾乎封鎖 所有 有關香港的消息 那我個人其實是非常積極 跟中國 就是說 嚴重 交流的 一位學者 我在大陸也有開 博客 跟微博 那我那十天 我的言論不算激烈 不浪費 微博是到現在 在戰衆爆發的時候 我也沒有提供太多個人的意見 只是將香港的一些情況 就放在微博來呈現而已 可是我就被禁言了十天 就是說 你放任何的東西 都 別人都看不到 因為我 基本上 沒有被 就是說 別論黑警察 就是 民眾情況都會激烈 後來因為 運動越來越久 那 所以 所以他大陸就開始 就是說 被迫 就說開始要報道 而是指允許官方的意見 所以你在大陸也有關戰衆的 報導 跟我們剛才 跟斯特老師爭現的是 截然不同的一個情況 那 雖然你說 網路 網路的時代 也是無法封鎖 這句話 有一半對 有一半不對 一半對 一半對就是說 你真的要去了解 你是可以有很多方式去了解 比如說翻牆 什麼的 可是 一般人 有多少人會去翻牆 為了這個事情去翻牆呢 人數應該是很少 否則的話 他根本就沒有必要做一個新聞的封鎖 對不對 正因為 有效 所以他也會維持這樣的工作 那麼 所以 我相信 即便是現在 大陸的民眾 有相當多的民眾 也是受到政府的影響 認為說這場是一個非法的行為 不要再鬧 這種 想法人數應該是蠻多的 正是因為他對新聞控制的一個結果 那 可是 這一次 也就是說 對中國社會是很 如果有一些人 他開始 了解真相 那 雖然我的文章 其實 在台灣 在香港發文文章 也都放在我的 非常大陸的 鳳凰國客 當然 這類文章 不可能直接這樣 放上去 放上去 不是可以 可是他就不會給你推薦 所以就沒人看 就看 所以就 因為我算是他的 所謂的民國 民國就是說 每一次發表的文章 他的編輯 鳳凰王的編輯 都會過目 然後 將你這個文章 放在他的首頁 做一些 所謂的 推薦 或者介紹 那這樣就可能會使到 你的文章 有很多人看 就可能會 如果沒有人 他不介紹 大概有 大概會維持 一千以上的 所謂的鐵粉 就會 一定會看 可是如果他一介紹的話 可能是幾萬 幾十萬 的一個效果 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 我也被迫要修改一下 然後登上去 希望他能夠退步 能夠進兩步 就是一個策略 那 這篇文章 我也修改之後 後來有登出來 你們可以比較一下 原版跟 跟燈在後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這 這就是一個 很有趣的 一個問題 那我想 無論如何 因為時間 拉長之後 大陸的民眾 也開始了解 就是太陽花 開始了解 雨傘運動的 真正的 一個內涵 在哪裡 這個 這個東西當然需要 多點時間 也需要大家 才有可能 要解 另外就是 剛才我那篇文章是說 那個 中國崛起 對 中國崛起 為什麼會造成 所謂的編 編 反而 運運力 變在一起 過去 的 中國歷史 有所謂的 那個 大唐盛世 那個時候 私信萬邦來朝 最 盛 最頂盛的時候 在當時的長安 有五十國的學生 跑來西安 上安來 學習 這些會 全由中國來支付的 可是 我們看到 現在中國崛起 情況 並非如此 周邊問題 一個接一個 從 新疆到西藏 從 台灣到香港 一個個 反而是 因為崛起 而爆發 對 這個 眾議員不信任 到底問題 出在哪裡 現在 目前 中共的一個做法 是把問題全部 推給對方 比如說 香港 這部分 剛才說到 有外國勢力的介入 有些殖民思想 還遺留在現在 這一種 說法 來 來掩蓋 其實真正的問題 就是他自己 這個就是很好的 一個民調的結果 這是我2007年 和正大 水源中心 合作的一個 溫調 後來 這個問題 後來 有繼續在去年的 中間院議社會所 有一個 重新再做一個調查 我個人也有參與 也繼續用了這樣的一個提 我們看到 就是說 主張要統一 最厲害的 中共 他反而是 讓台灣民眾 不願意統一的 一個障礙 這個 這樣的一個民調 很清楚 我們看到超過 五成的人 比如說 中國 大陸繼續有 中共統治的話 有超過五成的人 認為說 他的 他認為說 台灣人 不願意統一的人 會 那個 那個 並不願意統一的人 會經燒 這就是 其實是個非常諷刺的 情況其實 這種問題 沒有在 香港的 那個 調查也有 沒有在做 我明天的內部文章 就是在談這一部分 後來 七年 其實也做過戰略調查 在香港 情況是很類似的 有七成 人認 有七成 有三成 人認為說 港 都會怎麼講 中共繼續統治的話 那麼 有 台灣有 八成 人認為說 那個 會減少 做中國 這樣的 欲望 我想這些都是 直接 可以說 衝他而來 那麼 不是他願意 面對這個現實 當然 我們無法去判斷 最後我想 就是 兩小運動結束之後 我們應該做什麼思考 我一直在 鼓勵就是說 邊垂其實是有力量的 邊垂有時候 你無法去抗拒一個 龐大的一個權力機構 這是很無奈的一個現實 可是 邊垂其實 是可以改變中心 這是我們的一個問題 我們來看看下面 那個 如何去呈現 呃 中國在 八十年代 開始的 改革開放 呃 對 中國大陸的 經濟的 成長 其實有很大的貢獻 那麼 呃 在這個過程裡頭 也不只是經濟 包括 呃 相當程度參考了台灣 或者香港的一個做法 那我想 呃 下一步應該是 呃 其實我提出一個新的 一個觀點就是 呃 台灣跟香港其實可以 呃 發揮 進步歡迎他的軟實力 啊 來 呃 就是說 呃 吸引大陸的民眾 啊 那麼 呃 我們知道說這幾年 呃 有很多 呃 呃 的民眾 他是 喜歡上台灣的 啊 對台灣很多人們的 啊 一些氣息 是感到非常的 啊 呃 相忘 那麼 呃 包括 呃 這兩個是一個比較突出的一個例子 韓韓到了台灣之後 回去 寫了一篇 呃 太平 呃 那後來 呃 呃 呃 一個報道就 引發很高的贈助 也就是說呃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 那麼呃 這一些 呃特別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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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學習的一個機會 當然對台灣來講 他們的存在是非常重要 在陸上這個政策 其實我是抱歉很開放的態度 我相信這也是 台灣也要去思考的一個重點 希望透過一個我們實力 能夠有機會 能夠改變這個 或說以硬實力 希望能夠阻擋 所謂的大突破地區 或者東洋地區的一個局面 我相信是有可能的 我想頭2講到這裡 最後提供這樣的一個 太陽化雲雨傘的一個結合 希望提供給大家多一點想像 謝謝大家 我剛剛本來講的插謊 就是說 剛剛有個包園 一張包風也是很有趣的 就是這樣 像太陽花 都佔中之後 就是太陽花的成功 那個雲雨傘的時間 大家為什麼 老師好 你沒有解釋 我們就跳過去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回來 來去看重唱音樂 來看的時候 會是怎麼樣 那我們當然有很多問題 可以在這個時候來問 剛剛聽到那種 比全東老師其實他講得非常 跟著重規重矩 大概是我們在這 我很少聽到這個 規矩講話的人 也有很多種 兩面並沉的方式來去談事情 可是他也暗示了很多事情 然後 當然他這種暗示 我們當然還是要把它點出來 比如陸神的問題 陸神是做一個 中國在統戰的時候 我解讀啦 中國在統戰的時候 一個翻統戰的工具 變成是這個樣子 讓我們表面講是不要 增加互相彼此的了解 可是實際上之間 只有競爭關係 那戰場會在哪邊 所以當他講那個 軟實力的時候 後面那個軟實力 如果從一個政治的角度來講 那個軟實力 其實是被精心策劃出來後的軟 而背後是硬的 就是在政策上面 如果你沒有在政治上支持的話 那種軟實力 實際上只是一個包裝的方式而已 可是說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去 就把它講出來就好了 講出來我們清楚就好 但是以上我講的話 跟林全東老師沒有關係 因為他要在播客 他要在這邊講 可是還有 那我們接下來就開放 就是我們大概 我們在開放三 第一輪我們開放三個問題 那三個問題 然後我們大概就是 你可以在三十秒之內 所以你可以在旁邊 不怕問 看一下找誰 然後就一 二 還有 三 這第一輪我們就 三十秒之內 好 謝謝斯文老師和梁老師的精彩燃料 都有兩個問題 三十秒之內結束 第一個就是說 關於版國和版國的問題 就是說 版對 版對不版權和版對公共和文化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怎麼進行 去屈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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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陸屈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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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講他可能就是理論上面的資料上搜集 有嗎 你有去嗎 有 那等一下就可以講了嘛 我們今天可以講 因為我們之前有幾個人也是在自己發展 在中國裡面發展社員團體有在這邊講過 然後如果說人家比較晚來 你可以找往前幾個地方再去看一下 可以回答一些 那等一下還是請司律師來回答 然後我們今天搜集完題目我們再開始 來第二位是 我想問一下 因為就我之前讀過的書當中 就是武士運動的時候才講的是那個 實驗主任 然後講求的就是用行動和實驗來 知識來累積有效性 然後相對的 相對的在這次就是我看太陽邁迪雨傘運動的時候 相對的你們在幕後背後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思想 或理念要表達傳達 因為剛剛你們也都提到說 嗯 資本主義的話 剛剛 剛剛那個 老師有說你們並不是 在香港並不是很 很贊同資本主義 啊可是相對台灣的話 在這方面的話 因為台灣的經濟上面都是走資本主義 相對的 這去年的選舉相對的 也 也 也就是有一些反應 就是反骨化問題 相對的也把資本主義 補上排名 因為相對的 是台灣人對於 你講的是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嗎 嗯 也有這個方法 還是支持資本主義本身嗎 我本身我都看還不知道 我是要自己的反對 然後相對的 我想問一下 這兩個的東西 到最後的話 你們這些 我想問一下 就抗爭到最後 他們的背後 幕後的 就是整理方面 在資訊上 你知道說 追尋哪一個 整理方面的思想 裡面是歐入 還是你的英雄 他們的思想 這個也好大 對不對 因為剛剛其實 他有講那個 去丟日子 在那個 後期狗 或者講到 阿倫巴蒂露 阿倫巴蒂露 這樣的東西 但是 有點大 但是我覺得 我們等一下可能 說回來回來 還是回來講 關於 剛剛有講的 心思也屬於跟資本 屬於跟 學習文化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那個 那個是 很值得 在這次的理論上面 好好發揮 然後第三位來 我想請問 這位講者 就是說 這位是哪位 林先生老師 林老師 就是說 其實 剛剛 兩位的那個 PVT 那個 他提到的就是 心機有主義 但是 在那個 經濟學人 在2014 他有報告 第二 香港其實是一個 他的一個 專業名字叫 全代資本主義 那 如果 香港是排第一 就是說 2014年的時候 那台灣是排第一 那這個 所謂 我這 難免就想跟那個 事實上在 紐約華爾街的那個 佔領運動 我覺得 他 詐範之下 好像都是佔領運動 但是 他真正的 比如說 我比較 顯像就是說 華爾街運動 他真正的 看不見的敵人 他是屬於 心機有主義 但是 台灣跟香港 如果按照那個 經濟學人 他說有一個 全代式資本主義的話 那是不是這兩個 因為這兩個 因應好像不太一樣 一個 心機有主義 他是比較 他希望 國家 政府 去干預 最小化 去干預 那個經濟發展 但是相對的 剛剛 所以 司徒 司徒老師 他提到 我們 這兩個地方 他的經濟發展 反而是 政治干預 應該是幾大化 就是這兩種 是有這樣的 這兩種差異 就是性機有主義 跟全代資本主義的差異 那我想請問 司徒老師的事啊 那一樣 都是新春代 就是 在上海 比如說上海跟香港 對我們台灣人來說 有沒有 我覺得他好像也都是一個 經濟發展 非常鴻薄的城市 那在舊新春代裡面 難道在上海那邊的 年輕人 他不會想訪治香港去取得 他們那邊也是一樣 沒有言論權 那對於居住 買房那些 或者是其他資源 也是有 基本上是 我覺得是得理同的 那在上海 是不是有可能 最先 肚治香港 這樣子的一個 全民的一個運動 OK 我有問題 謝謝 那我們大概就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就是關於所謂反共反中國反中國文化的問題 這個 就請 選中老師來對答 這是 這個問題 然後關於是 第一個問題同時也問到 司徒老師 關於 社文在中國發展社運的可能性 那邊 很像 然後在最後一位 他所講的 可能如果去交到上海的話 有沒有可能 那再來就是說 剛剛話鏡子講到的是 五四運動啊 有些關於 一些思想裡面 這些 是不是 在這裡 一些運動裡面 背後有些哲學思想 在背後 支撐者 那這個 也請司徒老師來 來講一下 好 然後我們就 先請 選中老師好不好 請 嗯 究竟 網上的 運動是 反中還是 反中 中共 或是說整個 歐洲社會的一個 氛圍 在釋到中國 因爲去的時候 是反中還是反中 我想 這個是非常 複雜的一個 一個問題 嗯 如果我們 從 原來的一個 香港人 中国人 或者台湾人 中国人 这种概念来思考的话 它本来只是一个族群意识 它未必需要带很多的政治因素在里头 可是当这两种族群意识出现的时候 它本身就带了政治性的遗憾在里头 也就是说我觉得香港的意识其实是比较晚近的 我自己也写过 2000年也写过何谓香港人这样的一个论文 那么其实也分析过 其实我相信我们小时候 刚才看那个李亚珍看得很爽 我们小时候一起看过 那个 就说其实香港社会会开始想到自己是香港人的时候 这其实是非常晚近的 作为一个普遍性的一个现象出现 其实是80年代 当然之前有些蛛丝马迹 60年代 后来我们有什么 清洁香港啊 香港是我家这种概念 慢慢的在70年代就有一点点慢慢的扩散 起来 可是真正 刺激到香港人意识 突然出现的 其实是跟97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那个时候 中英正在谈判 如何在收回 中国收回主席之后 收回香港之后如何去治理香港 那时提到一个 一国两制 还有四个字是什么 港人治港 所以就引发 诶 谁是港人 你还记得吗 那是芝乐老师 一句法人 法人来 我现在是明报乐堂的 的专栏作家 明报乐堂当时我当然还是学生了 那时候 还是小朋友 那时候就 曾经有两期的专题 谁是港人 当时在担心就说 有一天 中共派人的人来 住了七年之后 他也变成港人了 所以到底怎么去区分港 所以那时候才真正去思考 什么叫港 我还记得 我还还举一个例子 香港有一位歌手叫做 陈美琳 在台湾上 不多人知道 他跑到日本去发展 是唯一的一个在日本能够做 能够稳定下来的一个香港歌手 陈美琳 当他在97的时候 就看到有在NHK打工 做翻译 当时还是学生 他有被采访 然后就说 他说我当时75年到日本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是香港人 可是那个日本人都说 啊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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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原来我是香港人 他说其实也因为 当时一般的港人 是没有这个意思 而更多是因为 1967年之后的香港社会 才开始 就说有超过一半的人口 在香港出生 也就是说现在大概40岁以上的香港人口 有一半不是在香港出生的 他流动得很快 以前在1949年之前 香港跟达尔虽然还是有一些行政上的区分 可是 他的边境 是开放的 你随便去随便来 所以造成为什么我们所熟悉的 几乎所有每一位近代史的人物 重要的人物都在香港进出国 就不要讲张爱玲啊 孙中山这些啦 几乎每个都有 因为很容易去嘛 也很容易离开 但是从状况到1949年之后 海关才关掉 之后其实割绝了30年 跟两岸割绝30年其实是很相似的 也是在80年之后 80年代之后才开始开放 你来我往这样 只是香港找一步有双向的交流 所以台湾只有6年才开始 所以 到了人口不稳定的时候 他很难形成一个本土的 一个稳定的一个本土意识 直到就说1967年 人口开始稳定 然后又来一个香港五线电视台也开了 后来有李小龙的功夫片 还有那个 那个 许冠接的 约翼流星区的兴起 约翼流星区其实只有 40年而已 不要以为他很久啊 比如说我这种想象 你如果现在问我们的年轻人 我问问站中的年轻人 搞不好他以为一早就有了 其实已经不知道有那些人 对对对对对 他甚至不晓得是谁是许军冠结的啊 其实他们都还在 而且年纪没那么大 你才60岁而已啊 都是一种 这种文化的一种 创造的想象 当然 我讲的就是说 其实无论台湾人议事或者香港人议事 他其实在成型的时候已经面临一个区隔的对象 那个就是中国人 可是在初期他没那么的清楚 所以我们看到在早年的民调里头 那也没说我两者都是的 是占大多数的 台湾也一样 他知道90年代莫财有个逆转 那所以就是说在早期你可以说他的政治性 没那么强 可是后来伴随着 就是说 独立的诉求 的一个兴起跟普及化 不变化 之后 两者当然就变成 使得本来的这个台湾人议事 变成中国人议事 就更为的 不明显 那 中共 反中共跟反中共有没有不一样呢 当然有不一样 反中共是比较 简单能够思考的一个问题 他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权 必须要 比如说 不下来就 就说 我们就会不安 所以这种情况是很容易 只是我们看到 本来不应该跟这个有直接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本土的认同 香港人 台湾的一个 当 当这个 中国 由中共来 来临驾 来驾驭 来代表的时候 就会很多人说不愿意 我也不想 变成这样的一个中国 特别是他们也看到许多的大外的民众 我一直很希望不要把大外的民众 被推到对立面 我们应该应该跟他们夺角 可是也的确有一些他们是支持中共的 而且是在封闭的状况之下 还在为他们纳盘 所以会怕我们这些都是 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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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 这会是造成的很一些 一些本来并没有那么政治性的一个本土意识 并得很政治性 其实我觉得这个的 说的严重点 这个罪魁为什么 就是中共本身 他如果能够 带领 中国朝上一个 就是说 受世人敬重的一个中国的形象的话 这个不会是 不会是现在这种状况 我会说他 不愿意去改 不愿意去改革 25年过去了 他还在维持过去的那种思维 这造成很多人就开始 那好 那我们就干脆独立好了 现在港独也起来了 那港独其实他必须对我思考 那我到底是 我这个香港人是什么样的香港人 就是不是跟中国有关系的香港人 他们也在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当然台湾是否更早 更早 早了一步 我想这一点 是很回答 可是我最后还是想顾虑 就是说 我们不应该把 中国人 中国大陆的 民众 就说 视为敌人 台湾 像好 也好 香港也好 未来 就说 需要有更 朝一个更安心的方向 来 迈进 我们唯一能够争取的 就是大陆的 民众 所以这一点 就说 包括 我也希望 我们的 陆生 在台湾也过得很好 也希望我们也都能够上代陆生 谢谢 我讲一般则我们当然这个题目 我们自己有常会谈过 中共 中国 文化 跟中国人 这几个上面的区分 我们都会做一些区分 那 那 按照 学忠老师的逻辑的话 我们有一种说法 比较现实主义的说法 我们不要扩大那个敌人的串点 你把它分开来会比较好 对 就是你没有必要 把它分开来 因为 政权有时候是一时的 但是中国可能包含那个历史文化 而且那个中国还是一个那个地理不同的历史 地理不同 朝代而 领土不断的改变 扩大缩小当中 所以还有一个是中国的精神 那个中国精神还是看哪一个知识阶层来去诠释它 然后中国文化里面还有很多来自于外来的文化 所以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 谈这个东西有时候会 带有一种已经被意识形态控制后 下面的情感 然后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情感里面 去谈很多事情 讲到这件事就是刚刚 那个选通讲了一件事 因为在 4月1号 去年4月1号 我带在那个 我带当主持人嘛 在那个立法院前面当主持人 那刚好白狼又来 那时候我们不是在讲 白狼吵吵我不怕 那我就在现场 那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白狼就讲说 你们都是什么 什么皮颜色出爱的 讲出来的 反正你们不配做中国人 这句话我听得好高兴 我马上把这个讯息把它带到 会场里面 跟你们所有人讲 他们说你们不配做中国人 请问你告诉他你们是什么人 你觉得现场会讲什么话 对啊就是这样啊 然后就这样大声一点 大声一点大声一点 全部都会讲自己是台湾人 那时候就敢 马上就会改变过来 本来是一个服貌的问题 他就会变成一个 面对中国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敢讲 所以有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 白狼是很好的助选员 没有他的话 其实那个 330结束完了以后 331我们决定要 觉得该怎么办 因为你运动本身就要开始有不同的能量进来 不然那个运动会死掉 所以那时候刚好白狼来的时候 太开心了 除了太阳饼之外 还有白狼 就是 他们其实都会 帮忙 这些运动 只是在告诉你说 这件事实际上 我们也是在避免那种 很煽情的民主主义的操作 即使是台湾人 也有很多种台湾人 台湾人也有坏人 中国人也有好人 那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去区别个别性的差异 就不会那么快把那个集体 扣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去建立一个自己 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敌人 的群体 当然是给你 做个参考 来 我会把三个问题结合来回答 因为我觉得有些概念里模糊的问题 根本不能想那个事情 然后有一些区别 如果不小心的话 也不能说 所以就是 先回答那个 中国 发展那个 运动的空间 我回想要第一件事是 就是跟叛逆老师一起搞 是那个 大学师生观察 无良企业行动 然后这个名字是我改的 上考 然后然后就 第一场仗是我们要 做中国劳共运动 因为他们不能自我主持工会 没有 国家共进 共会的 所以 所以工运是要 我们用一个 然后我们就做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怎么在 中国的 学汉工厂 不会停 但是如果我们 在做学汉工厂的工人 怎么被挨的话 没有人听 没有人听 所以那时候 我就建议用 打 香港 迪士尼开幕 然后把迪士尼整个 文化 经济 劳工 环境 等等方面的问题 跟他 跟香港政府 签了一个整个的合约 等等的 这个很多话题的包装 一个 运动 然后 这引起 很多人去关心 迪士尼 包括 在 他的外判 他的 提供 提供产品 给 迪士尼的 那个 中国里面的 很大的学汉工厂 所以 那个时候 其实 后来 SACO是变成 中国 拿到奖的 中国的其中一个 拿奖的 一个NGO 但是 在香港 太成功 在中国 太成功的东西 也会死 但是 上方塔还没死 但是 好难搞 好难搞 然后我们香港的运动越长了 里面的打压就越厉害 然后我们 太 我们的雨伞越闹越大 的时候 在国内支持我们的 或是盟友的人 都可以抓去 所以这个 这个 状况是 然后 叛逸也 也很多事情 给停了 所以我们在香港 一闹大 他 就很难入手 所以现在还是这样子 所以 所以 不要太多幻想 然后 然后我也退到香港 做事 因为 真的很多东西 做不了 如果在中国做不了 然后 很大很大的力气 然后 然后不断的重复 又重复 开始 所以就是 先做 工作 就是 思想的工作 可以做一点点 但是也不能很多 所以是在南方的 一些 中原大学 还是可以 有一点点 话可以讲 但是 再往北走 根本不会给我们这些人去演讲 然后 然后就是 新旧主义 有右派的讨论 跟左派的讨论 那个分得很清楚 经济学人的 是希望你永远停留在 定义上的讨论 然后他有一个 textbook定义 然后你的这个 在地化以后 一定 一定有一点点 调整 他说这个就不是 新旧主义 因为 他跟textbook定义 不一样 跟 Mont Parallel 那些 学者 经济学者 他的定义不一样 他就 就是要说 所以你的问题 不是新旧主义 问题 但是 但是我 不关心这个 因为 我要看的就是 真的实际对人的影响 然后你 你的 你 对资本的控制 你 不 deregulate 资本的控制 你不管市场 然后你 私有化 公有财产 然后你 政府退场 不去做一些政策 给市场去做退休 做医疗 做什么 这有很多的后果 你叫这个是新旧主义好 你叫它是什么都好 没问题 我要讲的是那个影响 所以左派就不跟你讨论的定义问题 然后第二呢 就是 香港只是一个裙带什么什么的资本主义 你要看那个行业 我们的 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 地产 的确是 因为徐了香港的七大地产商 你要美国的地产商 加拿大利产地产商 你不可能进入这个市场 所以那方面是 但是你看我们的 股票市场 那个是绝对 绝对全世界最 最透明 最 最国字化的 一个东西 但是 现在有趣的地方就是 呃 七十个八千以上的 国有 中国国有企业的 呃 呃 他的 融资 是在香港的 不必要吗 是谁 是谁的 hospital 什么问题 他们为什么 不会镇压 不会有 丢失 好靠 如果 他都 他在香港镇压的话 谁谁赔钱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会乱的 他们不会给我们乱 因为 因为 他们的 不干净的钱 都是 park in Hong Kong real estate 我们香港最贵最贵的那个 西竹龙上面的那种 apartment 晚上没有开 因为都是他们 买来放钱在那里的 然后很多money laundering 这同志在香港 很多店里 等等 那个钱都是干净 然后所以 所以现在 他拿着我们的自由 来来威胁我们 我们就带着他的钱 所以是一个这样的很 很微妙的关系 所以 我谈那个新旧主义的影响 是真的跟那三个政策 方针的影响 然后 然后我要证明的就是 不是 不是突然这样子 我们在殖民时代 已经一模一样是这样子 然后 然后那个 那个剥削的方法 顺利活动了 只是 现在我们有一些 一个新的词汇 在 新旧主义 然后 他形容的东西原来 我们几十年前 在英国全民的时代 已经政策 已经是这样子 不是讲这个吊轨是这样子 所以剥削式改了名 还是一样子 这个问题 然后 只有 然后所以呢 所以那个 讨论 我觉得要再提化一点 那个理论才有意义 然后就回到 五四的 跟这个运动的分别 五四的人 绰绰在什么 乱读一点黑狗 乱读一点文字 然后呢 就乱逃在中国 然后又 又 说把那个 的一些想象 也拿来 拿来弄那个 大跃进 中国的问题就是 太 以前的知识分子 太 太 然后 然后 乱套 理论 乱套 哲学 所以 所以弄出来的 现实根本 根本 不是那么 那么 只是 所以他们把我们的现实 弄得很痛苦 所以我觉得 整个 二次大战以后的反思 西方也好 别的 后 别的殖民地 后来 后来独立的地方的思考以后 我们不要再这样做事情了 所以不会说有什么 哲学想在一个运动 去推 是我们要 观察在一个运动里面 我们真的体现了什么 然后我们慢慢把它描述出来 然后把它提炼出来 编成 可以 承传的 一些价值 或是概念 思考方法 做事的方法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 辨证的过程 所以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先了解 啊 Multitude 体现了什么 然后 然后 现在才是真的 所以大家现在很忙 在香港很忙的事情 其实是阅读 刚才 发生的事情 我们好好去阅读 这是在做什么 然后我们为什么 然后那个 Political unconscious 是什么 我们还 我们清楚了吗 不清楚是 是什么一回事吗 不清楚 然后那个 那个反共 是什么一回事呢 然后 非常 里面 非常非常 非常多的 Nuances 然后你要看他在不同的政策 不同的议题 其实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所以香港人不是一个很统一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 都是很 Skeptofeeling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在 一般人是 看一个 段况 然后反应的 他不会有一套 很 很 Logical 我没有 self-concrediction 已经现存的一个 一个 哲学去看事情 那个是非常高道性的 修行人才有的 不是我没有办案人 所以 这个问题 有没有 我们 会不会慢慢 提炼出一个 适合现在状况的 哲学 或是等等 一百年后 这就知道 我们一百年后 可能就很好好的整理出 不过刚刚讲那个 比如说以六八学院的角度来看 你看到他们出来的时候 他们不是先有哲学 再去做运动 是先有运动 后来我们整理出 原来背后可能会有些思想 那 一样 为了资本主义之后 书本在思想上的 继续的流通 一样他们就进入到资本主义里面去 再流通 再去贩卖这些 法徒的思想 所以传到美国 又传到台湾来 其实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他们有个 知识的经济学在里面运作 所以我如果说我们今天 谈了哲学脱离了土地 谈了这些 脱离我们现实 脱离我们关系的东西 谈出来哲学是会很恐怖的哲学 那个其实只是 比较赚不到钱 可是又想要有 感觉可以 它是可以当做很好的装饰品 因为我被骗过 所以我知道 因为我当然 我就是教法国哲学 我就教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 不要 很多人是可以思考的 因为不然我们又被 像我这样的买伴 法国哲学买伴 你又被我骗 我就把你们找过来 然后讲讲法国哲学多么好 我还是买伴 我没办法成为哲学家 我们这一代的 上一代其实 在这个 傲玩思想 不管是这样 我们已经做了很久的买伴 那什么时候我们思想 不要再去做买伴 当时我们自己来思考 他没有办法取代 借用别人的理论 套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可以开始觉得 突然间变成大师 所以你如果看到很多大师 那一定都是假的 他是 他假的不是 他自己不愿意 要当大师 而是市场有必有需要去 吹捧一些大师出来 让他能够在这里面流通 然后可以被资本 你看那大师 觉得不会赚太多钱 比较多的还是那个地产经济 然后这样 这种比较大气的 要赚到钱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所谓的 关于自由主义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的问题 我们听到新自由主义 第一个 印象是有 我们会有新的自由出现 有新的时代面貌出现 可是很吊诡的是 我们却还是活在旧事努力之下 只是他隐藏得更好 如果有个新自由主义的定义就是 如何让人 努力的更好 然后感觉的 比较不会那么痛 这个可能是新自由主义 里面背后很重要要 推动的方式嘛 对 那像我们在看 的时候 比如说新自由主义 如果是奴隶是一个过程的话 你可以发现到 不断的被奴役化 那个扩大整个群体集体的时候 他就是 子民主义 所以我说我们 如果要去谈 他没有什么 太了不起的语言 了不起 然后到最后 谈这些问题 还是只在处理 什么是公平跟正义的问题 我们抵抗呢 作为这些运动 在抵抗 抵抗那些不公平 不正义的事情 抵抗那些黑箱 那些 那些 见不得光 不利少数人的事情 他可以回到一个很简单 根本不用念哲学 对啊 念哲学有时候反而会让你 变得比较没有良心 对吗 因为在那个 精神的辩证里面 有时候会变得这样 但是哲学的好处是 反过是让你可以去 想到这个背后结构里面 想得更深一点 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帮助 所以我一定要帮哲学 做一点辩护啦 因为既然你已经讲了 然后当然我们就稍微谈一下 但是我们不要 就是 西方哲学 为什么会有 法国哲学 或德国哲学 你可以发现如果按照这个过程 也跟他们国家强迫有关系 为什么现在没有念菲律宾哲学 这个就是 这个事情是我们这一代的事情 就是我们大家的事情 他就不会属于少数人的事情 来我们再 开放一轮到五点半 好不好 好来 来 我们先给女生 来再来 还有 这位 好 然后 这位 好 那个我们下礼拜五 常课我就不让他念了 不让他问 我想问的问题 不是真正两位讲的 我想问人文学说 还能够解释自己的吗 因为我觉得在这边 老师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可以 我是太太认识的张小毛了 OK我是阿浪 那我们认识你 好多人都认识你 然后大家可以掌声一下 好 对 我想问的问题是说 我觉得 从去年三一八到到现在 我觉得每次在谈运动的时候 我觉得我感觉到这个东西 就是 如果我们现在回到三十五一天的话 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说 我不换一下字的话 就是理论与运动 之间 或者是哲学与运动之间 那不是暧昧而是所谓的焦虑 我觉得我从去年三一八开始到现在 我觉得 似乎 一碰到运动 突然之间 理论跟哲学都要自背脱 然后呢 法鲁裁 一而裁 再二而三的 要让度给 要让度给 社会 运动的语言 或甚至就是说 亲身参与社会运动的语言 或者是社会运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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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我们今天听到大会语言 我就比较好奇 我就比较好奇是说 为什么 这样子的焦虑 我会損在 然后我怎么样面对这样的焦虑 因为呢这样的焦虑 真的让我非常焦虑 是因为从 脸三一发到现在 我几乎 我几乎听不到 在社会运动的参与经验之外 任何对语言 具有开创性 具有想象性的大量的麻烦 我觉得社会运动的语言 非常好 基本上他们只能够处理 woman to be 我觉得哲学跟理论 基本上有责任要去谈 所谓的woman to be 我觉得我听不到 所以我觉得 还有哪个 我从来都觉得 不是哲学的摆办 不是理论的摆办 因为我真的觉得 理论跟哲学 其实它是增加我们的敏感度 其实让我们能够看到 在运动中间造成出现的东西 还没有被面临的东西 还没有被谈出来的东西 所以我就很好奇 任何学生跟整个字 我刚刚讲的文化 只代表我个人意见 我代表哲学心起伏 对 因为其实哲学心起伏 我不敢去带 老师现在提问很好 但是我是说 他时间没有那么快 因为比如说他们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们上次去 去讲的时候 我说我没办法去做 直律心起伏 他们找我们去 我没办法去 去在那个运动现场里面 在一个 都在台湾人民 站起来站起来那种 这个里面 去谈哲学 因为他就不是 因为他可能有沟通要谈 有些有深度的东西要需要解释 所以他就 不适合把这个 我们现在讨论方式 拉到运动场额里面去讨论 所以 所以这个 可是我觉得对他的反省 因为我们得到的 讯息还不够充分 我们还是一个媒体的讯息 现在里面的那个 争斗啦 之间的关系啦 不同团体的关系 其实都还没有 澄清出来 因为他们只是应用旧有的语言 因为他们是要去推广 去散播的 去让那些人可以 可以接触他们 可是对我们这些人 其实会变成 不要对我啦 其实我很不适应 不适应就是说 我喜欢 比较花俏的语言 比较喜欢 有一些 创造一些新的语词 可是在那里面 其实是 对人家有时候 会变成一种暴力 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讲人家 要听不懂的话 来 去进讲 可是我觉得 听不懂才是 我们就是找那种 听不懂自己还没想到 才会有哲学 对啊 所以 这个大概是我的想法 但是我也请 那个人文学社的 那个 这次安排 这次活动的 李 洪琼来 解释一下 你也代表你个人就好了 好不好 不要代表人文学社 来 好 好 我 所以我当然只能代表我个人 然后这样的一个活动 其实也不是说原来 我们事先 规划好的 是因为我们 台湾人民学社 我们礼拜四礼拜 我刚才办了一个理论 的活动 然后我们当主题就叫运动 刚才是因为 你跟他提到的时候 他就 想说他有兴趣 我就请他过来 然后就临时 去找找老师来讲 那么 如果是要问我自己个人的意见的话 我想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做基本上就是希望透过这些 因为现在发生的事情的话 其实他牵涉到的就不再是个别学科的问题 我觉得传统学科他其实慢慢会陷入到那种 我觉得全球化这件事情也 他所带来的这个效应跟他的这个 扩散影响的这个范围 其实不是个别学科能够处理的 所以才会能够我们先看到这个 在讲这样子的运动的时候 都特别强要说 他其实有某一个程度上 他其实有跨越 不同的族群 且起来是年龄这样的部分 这其实会回到我们理论在讲说 为什么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是红熙也讲 为什么这是一个感觉的年代 意识形态的年代 属于consciousness的范围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现在老运动 一定是艺术的运动 因为跟我们整个身体的感知 系统是直接相关的 因为资本主义对你的控制不是 交给你知识 他不是跟你讲这个好跟坏 他是透过这个整个神经系统 然后透过消费主义 整个串联在一起 所以你有批判的知识 没有什么用 这样 所以那样一种属于这个 这个比较全面性的 对生命的载质壮观 其实是对各别学科的某种挑战 那我们能够做的方式的话 就是说 他既然影响到这么多个学科的话 那么可能我们是需要 不同学科的人 大家共同 来想 然后来产生某些 我们从其他学科的撼动 也被affected 为什么我们人文学科会有焦虑 是因为我们其实被 被人文学科外面的 传统上来讲 假如我们是一个封闭的学科的话 我们被人文学科外面的整个 真实的人的生存情境所撼动的 所以使得我们产生认知 还是理论上哪种焦虑 这时候解决理论焦虑的方法 不能够在人文学科里面自己寻找 因为你的答案在外面 因为这个效力是从外面来的 所以让他回到这个人文学科里 之后的话 当然 我们要用我们的方式来提出我们的解决的方式 我们可能透过 这个文学的创作 还是我们透过艺术的创作 这个是我们找到 Solution的产品 可是找到Solution的能量 不是在个别的学科里面 所以我想大概把这些不同的关系 把它理清楚 就是说 就是我们现在面对 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一个麻烦 那么这个问题跟麻烦的话 不是个别学科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样透过这样一种 跨学科的方式 大家互相来谈之后 我们可能回到我们的学科里面 才可以找到一种走出 就是说 我们每个都有自己个别不同的领域 不过我们的Respont 就不再是Local 不再是学科单一的Respont 而是某种整体化之后的Singular的Respont 这样的一个Respont 才是一个比较有效的Respont 那我想我们可能试着在 我们作为一个学会能够做的事情 不一定是提出我们的地产 态度跟看法 如果我们试着去营造这样一个环境 是一个 是一个我们从学科的角度 可以提出一个比较有效的 回应 整个 这么大的一个社会的 跟全球化的一个事件 让我们是试着创造这样 或是这样的活动 创造这样的一个 一个可能的环境 他有话要讲 佳老师我觉得 从香港看事情 感觉好不一样 就是 没有考虑 没有什么好考虑 就是 Diris实在 直学太酷了 然后太 太棒了 太多人喜欢了 就是因为有运动 大家来读 然后 尤其在那个 我们在现场的民主 流动教室 最多人听的课 不是那种 怎么surface 然后现在 每个世界 怎么看香港 然后就发现什么什么什么 我刚才也是头头的把那些 好啦 给你一点background 这样 处理掉 但是大家就 真的要想东西 然后要 然后运动最吸引人的 就是因为他很聪明的地方 就是他 那个创作是怎么弄出来 怎么想出来嘛 然后 那个策略等等 是怎么讨论 怎么想出来 然后年轻人 跟 那种 baby boomer 教授 然后跟 那个 做了 30年议员的 那种 那种 老油条 辩论怎么可以变赢呢 那很聪明的嘛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conception 等等等等 等等的 新的 角度 等等的能力 然后这种 年轻人的 充全是怎么来的 这充全 真的是 哲学来的 所以呢 所以 因为我就是叫 deary的 在文化里面 所以 周永康 就是 周永康就是 那就是 古法里面的人嘛 那他 他为什么 说辩论会赢呢 是因为他真的有很多思想的 然后 然后他有 他有 很文学的修持 的能力 他是很优雅的 可以跟你辩论 然后 一搏 包括你的问题 所以 我觉得这个训练本身 现在变得超酷 然后大家都很相信 我们就缺这个东西了 然后你们打了30年打 出什么样子 什么东西来 哈 你还有 还有快语学吗 就听我们 小的讲了 我们没有经验 那我想过 我研究过你的脉络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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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过你们30年来做什么 那你 你先 喝喝咖啡 听我讲好不好 然后 那个 那个 五番 那个五番开会 在理法院里面有个 密 密施 就是我们 不同 势力的人开会的地方 那个 那个年轻人的身段 你都想不到 想不到会这样子的 然后运动里面真的 54个 发现女人了嘛 然后 人文科学的 Humanity的人 这大多数 然后 所以 不要小看 这是训练的人了 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 不知道世界上 其他的地方 什么看分领 什么什么把 大家的那个 傲气已经打垮了 但是在香港 在香港 Humanity 很多人读的 很酷的 所以 所以我们一点都没有紧张 这样子 我 我 我 好像 好 等一下 我们先再让两位 30秒 我靠小红 这样不对等啦 因为你到时候是 三个打 跟那个 张小红 是这样讲 这样不行 等一下再给他更多的时间 不是要跟小红讲 小红的东西对我们 记忆里很多 我其实常常在 在谈这个 怎么样子东西 跟小红在谈太阳 我是要捕捉那个 刚刚那个 那个所谓的 参与 运动的 就是说 台湾这边的话是说 艺术的是百分之十几 然后做的读堂也是百分之十几 这个百分之十几 其实 你没有去考虑到台湾有多少学生 里面的比例很少 才去读艺术 这么少的人读艺术占的比例是十几% 那你说理工的 好像占的是百分之二十几吗 你要看台湾有多少人都念理工的 那是大多数 他们才占二十几% 可是那个整个意向所营造出来 其实大部分都是做艺术跟做人文所营造出来的 那么那个是一个 那可能还不到概念 概念可能是要我们 试着 再更进一步来做 不过那是 Gesture 就是说为什么那样的 艺术的行动本身 其实是一种 Expression 是一种 直接和动道跟身体的领域相关的人文跟艺术 他透过他被撼动 然后创造力 就不再是做这个学科展连 而是透过某种 Gesture的方式 这样 刚刚讲为什么已经是行动艺术 那那个部分的话你要再进一步的话 可能才会进到概念化的范畴 的范畴 所以我现在也 就 就说 就比较不是单纯的把这个 概念的解释 只是放在单纯的 语言上 如果说他的动作是身体的话 那个后来我们的反应 我们的那个 采取的这些策略跟所谓创造性的这种 这种行动的选择 那个都是某种 身体的概念 可能是这样 非常非常维持的 这些东西 还有两位 对不对 来 这位 然后还有这位 我们请问一下那个 司律徒老师 那个 英国啊 他长期受到那个 英国他长 长期殖民香港 然后 像那个 女神运动的时候 然后那个 中 中国人把 英数都推动 都推给说 有外国的英数 然后自民地 影数 我想问说 那 英 那究竟英国现在怎么 讨论 还有 应对香港 现实面是 另一个问题 英国怎么讨论 没有人论 哈哈哈哈 因为他在世界的影响 已经远远没有以前的 那么不重要 而且 香港 其实怎么看 外国势力这个问题呢 在运动里面 我很自觉这个东西 其实我自己都有很多 很多外国势力想 捐钱给我们 我们不要 我们本土的 Cross Sourcing 已经够了 然后那个不干不净的钱 才不要 然后要进去那个 Cold World的 Framer里面 做事 绑手绑脚的 烦了 不要理他就好 所以呢 只是现在 香港 公民社会 其实我们在 募捐啊 七一游行 我们就是拿那个 其中一个人 平常 平常都 美机游行都几万块 很容易啊 真是十几万 我的小组织 然后 学民失潮的 学生是110万 这样 筹的 然后那个 码头公园的 运动啊 我们的 接战 所有的 加起来 收到850万 港币 捐款 都是10块100块 这样 再捐出来 银行都不要理我们了 太烦了 他都税 税 税 然后 所以是 所以那个外国势力 如果是说 给那个研究经议会 给大药廷什么 十几 十几年来 才是3000万港币 那个很少的钱 所以 所以你外国势力要 要影响 这个你 那么年轻的一个运动 只是你 你没有方法 他们 小朋友根本 根本会赢你 所以 那个是 中共 一贯的说法 因为他们没有 办法 Displace 他的 他的失败 所以要怪别人 但是 香港 一般人 是很清楚 什么是外国势力啊 就是 为什么 有一些 黑社会的人去游行之后 会有500块拿到钱的 然后给他钱的那个外国势力 不是中共的统胀机器 那么就是外国势力 所以 所以 所以大家再试看现实 然后不已经 中共 那种 eventure 只是 只是 只是完全没有作用的 我补扫了 外国势力这一部分 你看 我们 政府会说 台湾是外国势力的 概念的结果 我想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头 从来不非常强 包括 我没有做 那六处的研究 去年11月 就选了一个 跟 在安保的议题上跟 安倍政府是 截然不同的一个 一个限制出来 我们也没看到说 安倍政府说 这是外国势力的 介入的结果 所以 这种话其实 只有 像中共这样的 一个证明才会 而且 别忘了 中共正式靠外国势力 起家门 他的思想来自于 外国 他的 闹革命的时候 多少苏联的 的部位 别忘了 还有 抗战结束的时候 有点 东北市 苏联把他占 然后 交给中共 这个整个脉络下来 其实 谁 利用外国势力最多 我想他这应该很讲究 好 然后再来 这位 我先简单 就是 回应一下就是 司法老师 的东西 就是 刚刚有听到说 就是在中国 就是从事 社会运动的 生事件 困难的事情 然后我刚好 我有朋友 也是 就是在 休闲念 就是他 当初去中国 做了调查 遇到一些 中国的学生 然后后来 回来台湾 过不久 有话都 全部都失联 就是 应该都被抓走 然后只是 回应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要问那个 林教授 就是 我一直都同意 那个 中共和中国是一个不同的 就是人和政权是要分开的 所以 我也是很支持 就是 陆生的各种保障 那但是前一阵子 就是 我们后的朋友 他又在台大 就是 有发现这件事 就是说台大 那边的 学生代表的选举 的部分里面 有一位陆生 就是 他以前 在中国的时候 好像是 共产党的 算是可能 青年团的 团场之类的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那后来 因为他们在 不过上就很快 有信仰去 握手这样 最后 发现这些事情 那所以就有 激起 一小部分的团场 就是说 究竟我们 会接受一个 中共 也在台湾的 学生 的校园里面 做选举这件事情 但是似乎 没有得到太多关注 那所以 我是想要 为他林老师的意见 对这件事的看法 然后还有 如果 也是 普通的事情 那是 又要如何去区分 因为本身这件事情 是具有 技术商的困难 这问题其实非常 困难 因为比如说 台大的学生会 他的 规范里头 其实并没有说 中共党员不能够参与 所以 他们的确是按法规来讲 是可以的 可是 就是说 但是这种现象 其实 到底会不会造成 就是说 中共的政治 力量的介入 甚至是 未来可能会影响到 国家安全 这方面 其实 我觉得 是 是可以进一步去思考 我举一个 蛮不错的例子 刚好就是 盛顾老师 所说 香港 学生会之前 几年前 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 当选 学生会会长 结果被 罢免 那么 我的 一个 理解的了解 就是说 因为他是 有几组人来 参选 比如说 你想参选 你带了 几个人 来竞选 几个团队来竞选 那么 据说 就说这一位他是跟 港大的 陆生 团体 来有一个 合作 那因为 港大的陆生整体还不是算最多 而是在研究生这部分 是大导信的 所以 在国土上是铁票 所以 有人就说 他是跟 这个陆生团体 有个合作 就说 好 我能支持你 可是 请你在一些 比如说 在六四议题方面 请你就不要那么尖锐了 就 这种情况 是出现的 而且他本人 的确是在六四的一个论坛里头 发表得比较温和的 因为六四议题在香港是一种 非常敏感 比如说一种情节 所以你当你 说一声不同的话 其实就是很困难 而他 学生会的主席 会长 其实在过去几年 也说是在 先锋 就是要求 六四条平板 这样的 他突然出现 这样的一个 学生会的 会长 其实会 很大的震撼 那么 所以就说 这种情况 有没有可能发生在台湾呢 我觉得是当然是有可能 我们不能 不要怀疑每一位陆生 可是这部分其实 不应该由我们来做 不应该由我们 学生和老师来做 说这应该由我们国安部门 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 这样就能够 双管齐下 就是说 一方面也不影响我们个人的教育 我个人是认为说 如果是党员的话 中共党员 目前来讲 我觉得不太适合 来参信我们的学生会 目前来讲 那么这一位老师 应该请 请 金先生 多个思考 当他讲到金先生 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 台湾过去有两个政治人物 对于 丢死的问题 实际上 在他没有拿到权力的时候 他们发表非常多 第一个就是 马英九 第二个呢 就是荣英台 他们两个其实都 可能他们当他有权力的时候 他们不见得会用他们的权力去捍卫自己的价值 这才是我们觉得 很可惜的地方 当然我们讲那个是人性 人会跟 权力去服务 这很正常 但是 我们台湾就发生这种事 当然那个问题其实还可以 当他量 当我们陆生量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他在决定校园民主的时候 他在决定这个校园民主 如果我们校园民主 可不可以决定自己 不要民主 就会 通常校园民主 都会出现这种调毁 因为他们自己把 权力集中 在1930年代 情况也是这个样子 就又变成一个独裁国家 所以我们民主变成独裁 不是没有发生过 所以这个事件上 的问题 大家可能要 要去想一想 你这个提出很好的问题 但是我们大家就是 看谁发唤给国安单位 如果不行我就 就请那个 请彭宫宇去找警察 好 因为今天呢 我们还剩20分钟 我们有那个 余 余涵兰 韩瑜对不起 被他女儿纠正 被纠正 讲一下 因为他有 在 玄英的时候 运动的时候有 参加过 所以 也让他 听听大家在讲的这些东西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我只是跟着湘米进来看热闹 然后 去开交讲话 就想你 翻外去 其实就是说 最近这段时间 我觉得 学界里面是有点 焦虑 我就不止 有一个 任教理台北 医术大学的 我会让 新教授 他每次碰到我 如果你要问 怎么办 有什么成果 有什么建书 之类的问题 那我是觉得说 焦虑 我觉得正常 就是因为有焦虑 然后不断说 有点像是 就整个体面所讲的 种反复冲动 一直想讲 那总觉得 也有 或者是说 还有什么东西 没有讲完 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去说 没有说完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觉得那个差异性的那个比例 会慢慢的 开展出来 那我另外一个看待这件事情 觉得这个 一个角度说 那种 会一直想要去追问说 太阳化运动 或是预算运动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建树 我其实非常同意 小王老师刚刚的一些提问 我觉得 小王老师的提问 基本上是 先生到说 我们不是 只是在讲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应该去 去思考是说 如何来讲 如何言说 甚至说 如何去想像的 这个层次 这个问题 就像说 今天我们里面所讲的 这种欲望 不是只有当当指 到哪个特定的对象 还判断到你 如何去选择 那个东西的 那个方式 所以我今天 谈太阳化运 看育场运动 以后 我觉得还需要去处理 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何去谈它 这些问题 那我 个人的 尤其他要讲 个人的看法 我原则上是比较 不认为 应该从 那种所谓的 刚刚所讲一直在追问说 太阳化运动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建筑 好像 假定 那个背后的 那个 presupposition 我对我好像是一种蛮实证科学的 蛮政治哲学 你叫下一个政治哲学的 一种 一种思考 一种政治上 这种 计算 它是一个算式 在那边支撑 然后用这种算式来 理解一个历史的 受究假设 有原因 然后有过程 有结果 它完成什么东西 然后加分多少 减分多少 所以总分是多少 我基本上 不认为应该用这个方式来看待 这个运动 那刚刚我也提到说 其实这个问题 复杂 一般还称到说 我们如何来看这个运动 这件事情 所以 如果不用那样一个 实证科学的方式去看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要 推到一个更 复杂一个问题 是说 那什么叫运动 事件又是什么 甚至说要去追问说 那革命是什么 那它这些东西 如果 采取那种 所谓的比较 实证角度去谈的话 我觉得也许可以去思考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谈 所谓的身体的专业 空间的配置 然后甚至说一种情感的这种流动 情感这种连结等等这些东西 呃 会不会说 比如说 那边小老师在 那个理论里面有 讲那个椅子山的这个问题 随便举了 可不可能有一个研究的例子 说从椅子山看太阳花的美感意识 这样一个 一个思考的一个角度 或者是说从 活杀事件 就是那个那几天有 那个博杀有一个就是那个 媒体会去拍那个 参加的那个 女同学的穿博杀 那个是从博杀事件来看 太阳花运动里面的性别 比如说压抑啊 再压抑啊 解压抑的这些问题 这个我觉得都是说 充满一些 艺术啊 想象的一些 角度来思考 到底太阳花事件 的一些 种种的一些问题 那我另外一个个人 一个伤害 就是 不能够 只从 实证科学的角度去看 其中有一个 是我个人的一个信用 我认为 一个 真正的事件 基本上他可能就是 发生了然后就 消失了 他 比较重要是后天他所开展出来的那些 你怎么去想他 怎么去说他的一些 各种不同的 一些可能性 那也许什么事情发生的当下 他基本上 可能是难以理解的 然后没法去说他的 或者甚至你觉得是 毫无意义可言的 比如说 伏尼西亚人啊 那个那个那个 就是从那一个 摊败 因果治本 谁也没有一定要想到说 那个因果治本 那一种 用极端的痛苦的这种身体的 眨眼进展会引发的 是那种 呃 几乎把他整个国家的这个 体制度翻过来 像那一种 我的意思是说其实 从一个 好像 难以理解的动作 慢慢开展 事后的这个过程 也许我觉得可能是 值得 大家 更多去关注的 所以那个从理论上 我会讲说 这是一种 事件后的一种忠诚 你要不断去跟他产生 连结去想 你要怎么去解释他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而且你跟他产生这种关系 不是基于一种 所谓的共通的 身份认同 不是基于一种共通的 这种意识寻态 等等 每个人都可能用他 各自的这种 独特性 独特的这种生存的 这种记忆的这种经验 去想 你可以 跟这个运动 产生什么一种观念 那 那天大概在 以示代理论 应该是 小微 他就讲到 他们那个 G00V的 行动的 行动主义的 一个精神 叫做 没有人 是万能的 这个没有人 基本上 我觉得是蛮值得 去想象的 就是说 不是一个 独特的 一个群体 一个 很清楚 可见的 一个 具有身份 属性的特质 或一个 更不用讲 是一个阶级的人 那我们每个都是 没有人 站在这样一个没有人的一个位置 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的 这些想象 我们的这种生存经验去想说你 太阳光一路对你 开展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后事件的 一个过程 那你自己可以去想一想说 近期 有时候近期是不是要继续去追 飞速 什么三二四 这些事情啊 中期一点 更长远一点等等来讲 那我 最后就简单 回应 刚刚 师傅威老师 也有句话给我的 非常深刻的一个 冲击 影响 就是说 我们谈后事件的这个 程序的这个开展 事实上 我们已经进入到一种 民主会到来 还没有到来 这种 民主的想象 基本上是必要的 你不会觉得 所谓你的整个对民主的想象 只困守在那种 现况的民主 或者是 其次主要的这个民主 所以 师傅威老师 那句话讲的非常好 其实我觉得 谈后事件的这种程序 谈对于 革命的 民主的这种想象 基本上都应该有那种 他的话里面是讲说 超越自己 生命限度的一种想象 那也许你说展望的不是说 你可能就是说 照那种过去 现在未来 有限的时间 相簿里面 所能够完成的 现状目标的这种想象 那我想 没有一定的答案来 应该是每个人 大概去想一想说 你的这种所谓 超越自己 生命限度的这种 政治跟民主的想象 到底是什么 这是我简单 会议的 不斑坏一点 不斑坏一点 因为我们想定 接到六点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里面 打住 所以我们还要再收拾一下 那也 还有十分钟 大家可以 还可以 自己 自由交谈 然后就 下礼拜五的 哲学信息 我 大家知道 查理做刊吗 然后我们想 找到 华国 我华代表出的 那个 主任 然后 欧利比叶 匹下 然后 跟 政大法律系的 法律系的教授 叫翁彦金 一起来谈什么是 他们看到的查理 因为 我们台湾在谈查理 有很多 现在已经 很多种讯息了 所以 这个时候来谈查理 可能会 稍微好一点 所以非常 欢迎大家 下礼拜 我来这里 请求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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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